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一个全新主题的主题阅读啊 然后叫女性主义 但是其实呢 女性主义包括和她相关的妇女解放运动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跟现代性的讨论就是脱离不开的 所以我倾向于把它看作是解读现代性的另外一个视角 然后我们把它和现代性的这个主题一起开展 今天是我们读书会这个女性主义主题阅读的第一期 然后是从上野千赫子的这本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出发 其实这是一本很简单读起来很轻松的小书对吧 但是把它作为第一期本来会觉得它有点太太浅了 但是我觉得从生活中的小事去建立概念 可能会比那种像棕树一样的去详细的阐述 整个妇女结婚运动历史 女性主义研究历史 这样应该来得更容易一些 所以还是选了这一本 那从这一本为出发点 开始和大家分享 在当今生活中仍然存在的一些跟性别有关的不平等的现象 然后关于文本的分享 就是关于我们正式开展这个与文本有关的分享之前呢 还有一部分是对于我们这个主题阅读的一个简单介绍 但是在今天全部的内容开始之前 还有一个显得稍稍长的一个前言想要讲 首先就是在当今的这个世界范围内 其实我们能够感觉到所有的问题都变得异常的复杂 当然事情本身就是很复杂的 只不过性别这一个话题呢 恰好可以完美的偶合所有其他全部内容的复杂 而且性别的议题分布极其的广泛 因为本身女性它就占世界人口的一半嘛 就是如果用一个不负责任的说法来表述的话 那么宗教问题我们看作是固定信仰人群的内部问题 然后阶级问题呢 因为我们各个国家的经济体质不同啊 以及什么地缘政治的不同 它也有不一样的表征 唯独只有这个性别的议题是广泛持久的存在 在这个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 那我用了议题这样的一个词 而不是用问题这样一个词 其实是想要尽量地避免任何看上去不够公平客观的立场 然后避免我的表述不够 避免我的表述看起来不够客观 那我想每个人都不是生来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样子的 我们都被我们的父母 我们身处的社会 然后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所塑造 刚刚的这个结论应该是没有正义不言自明的对吧 那被塑造的我们难免会在听到任何一个内容的时候 有一些条线反射式的反应 就像我在做这期分享的准备的时候 也会下意识地认为它会招致很多争议 那我比较希望能够在我们进行本期分享 乃至进行整个女性主义主题阅读的这个过程中 都放弃我们一些心中固有的想法 然后去变换不同的角度 与观察和讨论我们这个问题本身 这样也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 然后第二就是 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 性别议题变得尤为的突出和尖锐 因为最近五年之内都没有哪一年 像去年一样跟性别有关的新闻如此的疯出不穷 对吧 从这个许州封县 然后唐山的刷烤店 再到前几天不是还有那个天下彩礼 就是我们会在这些社会事件中发现 不仅就这些社会事件的当事人 他不仅是一些 你们能听到我这边有放炮的声音吗 我的窗外又开始放炮了 不影响 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社会事件中 不仅仅有被压迫的女性 还有那些被整个当今我们中国的男权制度下 被压迫被流放的这些底层的男性 如果他不付出这个财力 他可能就娶不到老婆对吧 就是如果他不具备一定的财富 他可能就被剥夺了这个进入婚姻的权利 这也当然是压迫的一种 所以说这种任何的压迫的存在 其实都是我们值得讨论的 但是在当今的这个互联网语境里 我们这个性别的议题 总是会没有那么的平和对吧 然后我们展开女性主义主题的阅读 是为了在过往的经验中 去寻求一些对当今问题的解读 或者是当今问题的解决方法 但是今日的问题 也是我们重新回看 这个所谓女性主义的一个新的角度 那女性主义这个词 它包括了太多的概念 然后也有很多的学者 还有那些勇于实践的前辈 都做出非常非常多的成果 那在这一切的一切的讨论中 就我们的讨论也包括了文学作品 也包括一些就是社会学著作 对吧 那在我们的这些讨论中呢 我们应该平静平和 对吧 然后最后一点 还有一点比较想要在分享之前 先讲清楚的是 我们关于性别的话题 其实可以讨论的内容 真的非常非常多 那以女性主义为概括的去组织 我们这一期的读书会 就是组织我们这一个主题的读书会 其实我也是感到比较惭愧的 因为我能够理解到的 包括我能拿出来分享的东西 其实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包括我准备的这个女性主义 阅读的书单 也在完善的过程中 因为我们读书会的朋友们 都提出了一些意见 然后我一会儿会在 今天的分享结束之后 再把它完善一下 那尽管我们戴着女性主义 这样一个大大的帽子 实际上我们想要讨论和分析的主题 是男人和女人 如何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 被建构成了两个 完全不同的社会群体 是如何打破这样的一种建构 因为我们认为这种建构 是不正确的 那其实这种盼然有别的对立 应该大家都不陌生 我们读现代性的时候 读希望现代思想史的时候 也有冷战这个part的解读 那我们去研究这个主题 进行理解 进行阅读 其实是为了去找到 一种更多元的视角 去取代男和女的二元对立 并不是说 我们要让反抗战胜压迫 然后让这个反抗 成为一个新的压迫 不是要陷入到 这样一个矛盾的循环里 所以在这里我欢迎所有想要参加讨论的 想要在B站收看我们内容的人 来对我们的内容进行批评和指正 然后我们前言就讲完了 这个看起来过长的前言就说完了 然后我们先就 今天的分享是这样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主题阅读的介绍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这个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这本书 分享一些 它抓到了我的点 然后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些抓到你们的这些点拿出来去讨论 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我昨天有发在群里的一个问题的讨论 那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这三个部分去进行 那这个主题阅读介绍的部分是 那我们就先开始这个主题阅读介绍 其实主要想要介绍的就是说 为什么女权它会成为一个问题 为什么女性主义会成为一个问题 有很多很多的词汇 就是关于性别 文化研究的 然后这个左派的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词语用来形容它 然后我没有办法对每一个词语进行精确的解读和界定 那只是想要抛出一个这样的女性主义前史吧 就是说女性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开始 想要和男人平等的生活在这片天空之下的 那首先最开始是梁启超 他这个人大家很熟悉 他有一个这样的论断 就是他写在自己的文章里 说女性其实是赞同类中的一半 但是没有人把它编在人类里 那人权运动 运动的是人权 但是这个人权是白男人的人权 就梁启超写这篇的文章 他当然是在说这个女性和人权运动了 但是事实上 人权宣言签署的时候 它其实完全是局限在白色男人这样的一个群体里的 甚至连那些殖民地那些有色人种 然后包括白色的女人们也不包含在这个人权宣言里 那人权宣言它是一个1789年8月份 在法国的这个议会通过的 一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纲领性的文件 对吧 然后它基本的原则是这个人人生而自由 然后人人权利平等 人人的财产啊 反抗压迫啊 这都是他们的权利 那这个人权宣言它 梁启超首先指出了 它不包含女性 但事实上我们如果去回望整个 十八十九世纪 乃至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段历史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人权宣言言其实不光秉除了这个女性这个群体啊 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 它只是它是一个专属于白男人的东西 再有就是一个文学作品 网友之家这个是 这张照片是义不生的照片 网友之家也是我们在读现代性 读西方现代思想的时候 经常会相遇的一个人 对吧 然后他其实 网友之家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戏剧 然后他故事其实是讲述了 女主人公罗拉 中文的翻译可能叫那拉吧 但是他的那个英文名叫 罗拉 他是为了给这个丈夫 他的丈夫治病 然后他瞒着他的丈夫呢 伪造了签名去借了钱 然后他 其实就犯下了一个伪造自己 自居罪 那这个多年之后呀 这个他借钱的这个人 跟他的丈夫 恰巧有这个上下属的关系 那很多年之后呢 这个借钱的这个债主啊 他就是拿着字句来要挟罗拉 说你必须要那个还钱啊 你必须要把这个事情给我 你必须要让我的这个职位 就是不受到伤害啊 那这个罗拉其实他也一直在 这个 呃 努力还钱 他在做家务的同时 在做抄写的工作 而去还钱 那当然 这个债主来拿字句 要挟这个罗拉的时候 他老公知道了之后 非常的生气 他骂罗拉是这个下贱女人 说你把我的这个名誉 都毁掉了 下面这段话 其实是网友之家里的一段对话 因为它是戏剧嘛 首先是丈夫说 罗拉我愿意为你日夜工作 我愿意为你受穷受苦 但是男人不能为他爱的女人 牺牲自己的名誉 就是说罗拉的所作所为 伤害了自己的名誉 那么罗拉做了什么呢 他跟别人借了钱 然后努力了字句 然后为了还钱呢 夜以继日的做抄写的工作去赚钱 为什么这种行为 伤害了男人的名誉呢 是因为在那个年代 女性从经济上是完全依附丈夫的一个状态 在那个年代的人的世界观里 就是女人吃家 做饭养小孩 就可以了 什么都不要做 包括我们在这个 上里千后子这本书里面 不是也提到了说 田房女士她在去上 就是关于怀孕的培训班的时候 也会听到别人说 怀孕了还要生孩子 那你老公一定是没有钱吧 对吧 就是说 网友之家是一个 十八世纪 十九 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 我记不太听了 网友之家是一个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作品 那个时候 他描述的这种现象 其实到现在依然存在 所以就是说 我们虽然 妇女解放运动 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但我们所做的 就是前进的脚步 其实还蛮小的 那 当然我之家的剧情 不光包括这一些啦 借前这个危机解除了之后呢 这个丈夫又开始重新 对妻子甜言蜜语 叫她我的宝贝 我的小鸟 就是 怎么讲 其实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丈夫并没有平等的 将妻子看待 看成一个 完整的人类 玩偶之家嘛 罗拉是她丈夫的玩偶 那故事的结局是吗 罗拉离开了这个家 她关门走了 那 鲁迅也曾经就这个作品 也 写过一些分析 然后鲁迅认为 这个世界没有给 罗拉生存的空间 她只能回来 或者死掉 鲁迅是有过一个 这样的文章的 好像是叫 罗拉出走怎么办 罗拉走后怎么办吧 就大概这样一个 名字的一个文章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关于罗拉之家的小八卦 这个我之前好像是分享过的 就是说罗拉之家 它作为一个话剧 它引进中国的时候 也是引起了 它五四运动的时候 引进中国 已经引起了中国青年 很大很大的反响 然后中间 五四运动到抗战 这中间不是 还有了很多的 很多的事件发生吗 然后后来 它有一次在上海重映 罗拉之家这个剧 在上海重映 然后演那个 演完我这家主角 罗拉的那个演员 就是 是那个 我很担心 我直白地讲出 这个人的名字 然后我们的视频 会通不过 B站的神河 在罗拉之家 在上海重映的 重新上演的时候 演这个 罗拉的人是江青 然后他演完了 这个角色之后 也毅然决然地 离开了他前面的 一段婚姻 然后去了延安 一个额外的小八卦 除了罗拉之家之后 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 这样一个世界级的 女作家 沃尔夫 她写了一个 她一个小演讲 然后又整理成了一本书 叫 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对吗 然后她说 如果一个女人 想她是写作的话 她需要什么 她需要一间 属于自己的房间 然后她在书里面 有这样一句话 说 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从文老之家 到福西尼亚沃尔夫的 这个书里面 就是她关于女性形象的表述 网友之家里面是 诺拉个人意识的 一个觉醒 她从丈夫的玩偶 变成她要离开这个家 然后到沃尔夫 站在一个学校里面 发表演讲了她 她对她所有的听众说 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 然后这就还是 出自一个女性之口 那沃尔夫她当年 已经是一个 很著名的作家了的时候 她仍然无法 她仍然无法进入 任何一所英国的高等学府 这女人是不可以上学的 然后她想要去借书 怎么办呢 她就只能去请她 纹固的表弟 不学武术的弟弟 去帮她借书 因为女人不能去进学校 当然今天我们看 就是用一个今天的视角 我们去看过去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们显得甚至有些荒谬 但是都是一些切实存在的 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两个 还有很多这样的作品 《简爱》 也是一个当时轰动世界的一个作品 据说当时法国的这个 车间女工们 他们会用自己积攒很久的工资 去买《简爱》这本书来看 那如果每个 如果我们以当今的视角来看的话 甚至简爱她 网上不是有很多这样的评价吗 说简爱其实就是 尽将水平的一个小说 男主是个高富帅 然后有很多资产 然后女主 没有那么出众 没有那么美丽 然后但是她也可能有一些 独特的灵魂 不屈的意志 然后珍贵的品行 然后他们相爱了 有一些这样的 关于简爱的描述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把简爱 放到那个时代的背景上 去考量她整个故事的写作的话 你就会发现 简爱她讲的这段话 就是我屏幕上 写出来的这段话 是多么的阵容发挥 她说你以为我贫穷 我不美 我就没有感情吗 如果上帝赐予我财富和美貌的话 你也一定会喜欢我 我跟你是一样的 我们穿过上帝 我们走过坟墓 走到上帝脚下 我跟你是一样的 就这个 我其实一直没有想清楚 大概到底该怎么精确的描述 去这种 阵容发挥的宣言式的 这样的一个平等的 这样的一段话 大概就是 家庭女教师 他和拥有庄园的 罗西斯特先生 是有阶级的差异的 那除了性别 然后除了一切 这个有产阶级 选择一个貌美 然后其家 就是他有一个选择妻子的标准 那么我们简爱 其实不太符合这个标准 那他们跨越了阶级 然后跨越了这些条件 然后简爱说 我跟你是平等的 那再到后面 也是一个差不多同时期的作品 小妇人 然后右边是 这个我很喜欢的演员 对吧 这个是19年 好像是19年 重拍的一个电影 那这个 这段话也是小妇人里面 就是乔 他说的一句话 他说我并不喜欢 这个所谓的 情了爱了的呀 我那种东西 让我觉得 我像是一个奴隶 我更喜欢 为我自己 去做任何事情 然后完全的独立 perfectly 我这听语也不太好 就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小妇人剧中 乔他是一个独立的角色 然后他也没有为了爱情 牺牲他自己 然后他一直坚持自己 要当一个作家 对吗 那19年的这版电影里面 有一个片段 就是乔拿着他自己的书 去找编辑 然后就找出版机构吧 然后那个人跟他说 如果你这个小说里面 有一个女性 那他要结婚 要生孩子 要回归家庭 要怎么怎么样 当然那个时候 没有所谓的 这个回归家庭的概念 那个时候的女人 没有离开过家庭 因为出走的 罗拉他也会死掉 对吧 就是这个编辑教育他 教育这个乔 说你呀 这个作品里面 如果写到了这个女性 她必须要持家 必须要美丽 必须要把孩子养好 她必须是一个家庭的 一个家庭 这样的存在 这跟乔他自己的 这个完全的独立 Do everything for myself 是不太一样的嘛 当然这些文学作品 都是怎么说 都是一些 比较有时代特征的 然后能够反映 这个不同时期 性别意识 或者说女性的独立意识 或者是女性的自我意识的 这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还罗列在这里 跟大家讲述一下 然后时间来到了 这个二十世纪下半年 那 从就是浩浩荡荡几百年的 这个妇女解放运动 当我提到妇女解放运动 这个词的时候 其实它还有一个 背后的一个限定 是说它是发生在 所谓的西方世界的 因为我们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 有着跟西方完全不同的 一套发展体系 那如果要讲到这个 那它就会有更复杂的内容 所以就是我最开始的时候 说过嘛 关于这个话题 能分享的东西 实在是太过于多了 那我回到这个二十世纪下半年 六十年代之后 因为冷战嘛 然后这个性别的研究 冷战你不能真的去打仗 然后那文化的研究 舆论的影响就显得很重要 那也就是这个时候 女性主义它开始兴盛 那也是就是从文化的角度上 女性主义开始兴盛 然后从抗疫压迫的角度上讲 妇女解放运动也达到了一个高潮 为什么她们俩是不一样的东西呢 这个其实是我之前听到了 戴景华老师的一个十几分钟的视频 才就是醍醐灌顶的一个区隔 它是怎么区别这两个概念的 是说妇女解放运动 是一个侧重于争取平等的 和男性享有权利的这样一个运动 它的侧重点是争取权利 但是女性主义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跟冷战的环境 跟冷战的文化环境 脱不开关系的一个跟文化有关的研究 那它是偏重于去研究性别不平等的 这个社会结构 然后从文化的角度上去提出一个新的视角 这是戴景华老师的区分 那这个时候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 然后我们有了一个北京宪章 北京宪章还是叫北京决议 我又记不清了 反正就是在这个大会在北京召开了之后呢 它达到了一个效果 就是让这个联合文教科组织 教科文组织第一次接受了女权作为人权的一部分 已经1995年了朋友们 公元纪念是指基督教神话里面 耶稣诞生的那一年是元年对吧 就是2000多年过去了 然后人类群体的一半 占人类群体数量一半的女性 女性的事情才第一次 被一个权威的全球的组织 以条文的形式记录下来 说好的我承认了 女权也是人权 女人也是人呀 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 可喜的进步 同时又是一个可悲的现状 对吧 这里也有一个小八卦 想要和大家分享 我们当时中国去代表 就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 并且在那个宪章上面签字的人 是当时的我们的复联主席 康克清女士 然后她呢是 朱德司令的六夫人 就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花边 再然后我说到这个 另外一条探索的道路 我们说我刚刚提到说 所谓的妇女解放运动 它其实是一个发生在西方世界的 因为我们中国有跟她完全不一样的 妇女解放运动的这个 另外的一条道路 怎么说呢 我们清朝末期的时候 丘婷女士她其实就已经 争取过这个参政权 对吧 她也有很响亮的口号 就是她在伴女报新女学 然后争取她的权利 她也有响亮的口号 说这个此头可断 此权不可丢 然后最后她当然也是以一种非常 怎么讲 我很难概括 非常值得尊敬的方式死掉了 她被斩首了 但是为什么我说她非常值得尊敬呢 其实是因为 在清朝 女人是不会被斩首的 斩首是男人的权利 只有男人犯事了之后 她才会被斩首 然后究竟被斩首了 从那个时候起 我们其实就已经有了 一项这种就是争取权利的一些运动了 然后那中间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 就是我们这片土地上 政权更迭 然后对外战争等等 就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后 到我们建国的时候 是真正的从法律意义上的 自上而下的 推进了全方位的女性和男性平等 就是中国的探索的道路 其实和他们不太一样 甚至连瑞士这样的国家 它都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妇女才开始有选举权的 但是我们在建国的时候就是有了 那这是对我刚刚提到的 妇女解放运动 是一个西方 属于西方范围的一个概念 的一个解释 那么对应到我们国家 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妇女解放 是怎么去进行的呢 其实我们当时有一个思路 就是说男女都一样 右边的张图呢 是三大妇女采游队 新疆的一个三大妇女采游队 那这个我们 我说我们的这个妇女解放和西方逻辑不一样 刚刚我也对她进行了解释 就是说我说西方 它是一个连续的争取权利的一个过程 而我们呢 早早的其实是有争取权利的 但是因为中间我们经历了太多其他的事情 就当王国灭种的危机到来的时候 你是很难 让外必先安内吧 对吧 就是你不能在那种危机的时刻 依然正就是在跟自己人多说什么 肯定是要先预敌 然后先恢复我们这个国土的完整 然后我们主权的完整之后再谈别的嘛 那当真正这一切都结束之后 建国了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有我们的这个男性领导人规定了 妇女能顶半边天 男女都一样 那这种做法 它其实就是有一些瑕疵的 当然我们现在站在比那个时候先进了将近一百年 八十几年的这样的角度说 那个他的这种做法有些瑕疵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后见之明那种做法 为什么说他有一丢丢瑕疵呢 那是因为 哎呀我这里少打了个字 男人能做到什么女人一样呢 可以 是因为男性和女性事实上呢 存在着一些身体上的差异 那么采油这种事情 矿上的那种 连我们就是定式思维里面 力量比较大的男性 都需要更强壮的男性 去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职位 去承担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我们一定要让这些女性去承担 那是有资料表明 这种做法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了一些很不可逆的伤害的 那 我刚刚又说到了一个概念不够明晰的一个言论 就是说女性的身体确实可能和男性是有一些差异的 那 差异确实是存在 但差异并不是 严格的 不可更改的 确定正确的 以性别为区分 我刚刚说的这段话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了的 当我们过于强调男性和女性身体上的差异的时候 其实是为了 怎么讲 当我们过于强调男性和女性在身体上有绝对的 那个强力不可打破的这种差异的时候 其实是为我们后续文化上的对男性和女性盼然有别的建构 找了一个借口 因为你的自然身体是这样的 所以我才有这样的文化建构 但是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现在医学已经告诉了我们说 尽管这个男性和女性 他确实在身体上就是有不同 但是这种不同的差异 并不值得被强调到如此的高度 且男性群体之间 就是同一性别群体之间 他们个体的差异也仍然天差地别 无数的医学实验已经向我们证实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男性和女性共有的这些线体 他们的工作能力其实是一样的 那我们在这个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推进的这个时候啊 就是对当时的妇女造成了一些伤害 同时呢 同时这个是一个暴力性的解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下 基本上都是男权的 那没有任何一个范本告诉你 就是你 我们 我怎么说 像以前赫子这本书里面也提到过嘛 就是说你恋爱啊什么的 这个东西是我们历史的习俗积累下来 你才知道这个东西叫做恋爱 那么其实是一样的呢 这个时期的女性她们并不知道什么叫男女都一样 但是突然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说 男的能干的事情我也能干 然后我就去干了那些事情 但与此同时 就会去召唤这些女性去承担了责任 但并没有召唤男性回归到家庭的责任上 所以这一代的女性 她其实是承担了双份的压力 然后并且 但仍然是非常可喜的进步 起码我们 这个时期的女性 她们获得了这个 经济社会的一个认可 她们产生了价值 然后她们也由此 就是从经济意义上停止了腰板 我们之所以会说家庭主妇 或者受到什么一些不公平的歧视 其实是因为她付出的劳动 不被这个经济社会所认可 那这个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 那然后最后一个 应该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背景是 占新左派和性别研究 为什么会提到新左派呢 其实和我刚刚说过的一句话 是有关系的 我刚刚说 我们研究女性主义 其实不是为了去反抗压迫 然后让我们的反抗 成为一个新的压迫 然后在这个矛盾的循环里 挣脱不出去 我们其实是想要寻求 一种其他的解决方法 对吧 那冷战时期 大家都知道美苏对峙 然后东西方阵营的这个对立 然后最后以这个 东方阵营的全面式外而告终 那当时有非常多信仰 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西方的 知识分子 比如说我们之前谈到过的 萨特波弗 他们其实都是亲马列主义的 那有相当多的西方的知识分子 突然发现 就他们已经认为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制度 有那么多的弊端了 然后他们认为苏共 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 他们已经认为苏共是对的了 但是这个苏共二十大的 这个报告出来之后 以及这个苏联 他彻底的就是倒台之后 就包括他其实之前 有很多小的事情 比如说他这个 苏联武装出兵镇压 宣亚利亚等等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让西方的知识分子感到幻灭 但是这个时候 他们并没有转而回头 拥抱资本主义世界 他们成立了一个新左派的东西 就是虽然你不对 但是你也不对 那我要去找到一个对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 用来解释我所说的 不是为了让反抗去 不是为了反抗压迫 然后成为新的反抗 就是二元对立的事情 是我们要打破的 我们要用多元的视角 来去找到一个 完全和他们两个 就是和两个都不对的东西 去抗衡的一个新的东西 那讲到这里 其实我们可以说 过去的世界里面 我们在妇女解放运动的路上 其实走了 还算有些成就 对吧 我们妇女有了参政权 然后有了穿衣自由 对吧 很多时候就是在 那个穿牛仔裤的权利也是 穿牛仔裤的权利也是 这个女性前辈们走上街头 争取来的权利对吧 那其实讲到这里 我们会认为过去 其实已经确实取得到了 一些不错的成就了 那么今天的社会 是什么样子的呢 下面这几组图片呢 是伊朗的一个相关的图片 我也是戴景华老师提出的观点 他认为现在我们经历的是 全面的分化和倒退 就分化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融后再讲 结合我们的文本 那倒退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先讲一讲 就是右边这些图片 如果在我说它是伊朗之前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它是伊朗对不对 那你看这些图片上 它们的衣着 然后它们的这个 男男女女在一起的这个状态 我先解释一下 这些图片每个都是什么吧 左边这张图 左上角的这张图呢 就是你看 它们穿的是很时髦的对吧 喇叭裤 牛仔裤 然后就同一张照片上 就已经出现了 不同衣着的女性对吗 有穿牛仔裤的 有穿裙子的 然后穿小皮鞋的 短头发的 长头发的 那伊朗的年轻女性 非常的乐于像 就是非常乐于 乐于展示自己的美丽 对吧 那这个 今天的伊朗女性 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卡塔尔世界杯 刚刚结束 我们其实也对此 有了一定的了解 对吧 那她们必须要在 公共场合 遮住自己的头发 然后甚至只能露出眼睛 然后上面 右上角的这张图呢 是在伊朗国王统治期间 接受到高等教育的伊朗人 这些人呢 他们其实是在 这个德黑兰大学门外 就是德黑兰大学的建筑下面 去聊天 这样的一个图片 那我们也知道 在过去的一年里 有那么一个组织 说规定这些女性 不能接受高等教育 对吧 那左下角这张图呢 是在跳舞的人 伊朗人非常的喜欢跳舞 那他们 这个 他们的穿着 也比较现代 并不是那种 穆斯林长袍是吧 然后在公共场合 在跳舞 那仅仅 就距离这样的照片 拍摄仅仅半个世纪之后 伊朗就已经禁止 妇女在公共场合跳舞了 当然也禁止 跟异性去跳舞 最后面这张图是 伊朗的一个电影演员 然后他的名字 我没有找到中文的翻译 他 总之 电影演员这四个字 一提出的时候 就证明 曾经伊朗有一个 很蓬勃的电影产业 然后有这样一个 受人喜欢的电影明星 同时他的衣着打扮 和现在的这个 非伊朗世界的这些 就是非那个信仰世界的女性 的这些人 没有什么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衣着 那当然在伊朗国王倒台之后 他的这个 这名女演员的事业 基本就结束了 他再也没有被允许过 进行公开的表演 也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了 那这个 这些巨变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发生在1979年的这个革命 对吧 那个曾经是一个 跟我们所谓的新旺世界 没什么区别的地方 然后现在变成了 一个这样的地方 那其实相同的事情 相同的事情在全世界都在发生 因为我们的世界 其实在最近的十几年里面 就在以一个极大的速度 进行倒退 各种各样极端保守的势力 都开始加入头战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倒退 其实就是 我们已经不再是60年代 为我们开创的那样的一个 开放自由拥抱不同 的那样一个氛围了 对吧 我们其实国内也有这种 更加愈发保守的这种倾向 而最后 最后的一个这个 是所谓这个女权主义的 红洗手 波夫娃的一段话 他说一个人并不是身为女人 而是成为女人 他其实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并不是在sex 在生理的性别上 去作为一个女性存在的 我们是在被社会的文化 去建构成一个女性的 所以这个 在性别研究这个 这个学科 他在英文中叫 gender study 就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性别 讲到了 截止到这里 我们回望了过去发生过的一些 就是从很小的角度去回望了一些 过去发生过的一些 为妇女争取权利 然后争取自由独立人格的 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然后 时间回到我们今天 21世纪 21世纪的今天 我们都知道60年代 我们反抗的主题是 这个阶级种族和性别嘛 比如说那个时候有殖民地的独立啊 然后有这个工人上街 去要求一些更多的福利啊 就是包括我们今天看到 西方世界的那些高福利国家 他们的给工人的那些福利 也是那个时候抗争的结果 那 但是到了今天 60年代留给我们的 三面旗帜 性别 种族和阶级 我们对种族和阶级 似乎已经没有办法 去那么自由的谈论了 而性别也成为了一个 更加尖锐的讨论起来 更加 就更难讨论的话题 但是它仍然是可以被讨论的 所以这是我们 去进行一个 女性主义阅读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 这个女性主义的这个 书单啊 包括这个关于这些 简单的介绍文档 其实之前在群里都发过了 这里我们有一个 性别议题的问题征集 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来写在这个地方 然后书单 我刚刚说过了 我会跟 在今天结束之后 根据群里大家推荐 再进行 再进一步的完善 然后如果有想要参加的朋友 就对这里面某一些书 比较感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选择分享这本书 然后来这里 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 你选择的书目 然后你合适的时间 然后去推进我们的这个 读书会的这个进行 整个书单其实就是 大概分了这样几个部分 一个 首先前面这个部分 就包括 就这一些 它其实是在讲述一些 当今 女性遇到的一些困境 然后这 后面呢 则是 这些的话 是一些小说 她在 就是这种文学作品里面 她在以一个女性的视角 去用文学的方式 去描述她的空间 然后下面其实是一些 严肃的一些 这个社会学 或者文化研究的一些作品 然后就比较大不头的一些东西 书单还在完善中了 我会争取在下一次分享之前 就把它搞好 那我们关于读书会的介绍 也已经结束了 我们也在这个分享的文档后面 留了二维码 然后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扫码 添加这个读书会小助手 来加入我们 那我们进入到 今天这个读书会的第二部分 就是去进入到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 这本书本身 那在开始看这本书之前 我们先去了解一下 这本书是干什么的 对吧 这本书它其实是 两个作者的一个对谈 然后他们的对谈内容 其实就是包括了一些亲子关系 它还包括了性行为和婚姻 包括了女性在工作中 会可能潜在的困境 然后育儿生活中的 常见的问题 那以这些小的生活中 切实存在的问题为切口 去讨论这个女性主义 所以比较好上手的一个东西 读书来比较轻松 还配了一些漫画 因为参加对谈的其中一个人 一个作者就是天方雍子女士 她是一个漫画家 然后我们对两个作者 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上面这张图是 上野千赫子女士 下面这张图是 天方雍子女士 然后她们的年龄其实是有差距的 上野千赫子女士 刚好是天方雍子女士的 就是母亲那一辈的人 然后上野她其实是一个理论家 她在很多学校都有开课 然后在国内我们也引进了非常多 她的书 对吧 天方雍子女士 她能搜到的资料 其实不是特别的多 国内她的作品也很少 那她之所以会有一个成为 就是会有一个为女性媒体去 专门的创作的契机 其实是因为她最开始发表了一个 一些关于 所谓翻译过来叫独亲 关于她的独母 就是说妈妈对她伤害很大 这个我们翻译 就翻译成了这个样子 她最开始是有一些 关于独母的这个创作 然后引起了一些讨论 然后本书呢 其实就是这两个人 针对刚刚提到的那些生活中 会遇到的问题 展开了一个对谈 那其实是对谈嘛 比较随意 所以我也采用了比较 比较轻松自在的方法 准备了这些读书 比如说我完全没有准备讲课 然后我去分享这个文本的思路 也只是去分享这个文本里面 吸引到了我的部分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 最后最后最后再介绍一个背景 就是这个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了 那其实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相关内容 我在前面的讲述里面也提到过了 只不过在这里更加规范书面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 右边这本书是一个很畅销很畅销的书 然后叫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然后他自称是可以修炼亲密关系的方法 他就是一个完全基于现代的文化建构之上的 这样的一个作品 因为他完全接受了男和女是两种 对啊 他完全 这本书的标题 就已经告诉你 他背后的逻辑是 他完全认同男性和女性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是这样的吧 那所谓本质主义其实和这种 判人有别的二元对立是一样的 那就是本质主义它是一个这样的哲学概念 就是说他认为所有的现象它都是有本质的 他这样的一个 他以一个这样的思路去 对第二星这本书里出现过非常多本质这个词 波浮娃真的很厉害 我前几天在B站看了一个波浮娃的采访 哇醍醐灌顶 它真的是一个逻辑又清晰的斗士 一会儿我把那个采访的链接法决定 那这个本质主义它是将本质视为绝对真理的 这样的一种思路 他认为这个普遍永恒的本质 是不因为任何条件变化而变化的 那本质主义其实就和 就如果当你在读本质主义 第一段这个定义的时候 觉得你已经认为它不对了的话 那么你就应该非常好理解 男性和女性这种判人有别的对立 它也是不正确的 它也不是绝对的真理 那在性别方面呢 本质主义它会去强调男女的差异 这个是由他们的生理和心理条件先天决定的 并不是以任何其他的原因而发生改变 那其实我刚刚说到过 从我们的那些社会新闻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被压迫的不仅是女性 还有那些因为财产不够而被剥夺 进入婚姻权利的男性 那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过度的强调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是由先天的这个条件决定的话呢 也是会压迫到那些同性别群体中差异较大且不符合主流的那类人的 我再讲一遍我刚刚说的这句话它有一点绕 我说过于强调本质主义 过于强调男和女之间的这个差异是由先天的条件决定的 对这种事情的强调会同样压迫到同样一个性别群体里面 差异比较大且不符合这个社会主流的那一类人的 比如说有的比如说有的有的女性他长得特别的高 他一米八几 然后会被长辈说你你你很难找到对象啊 对吧 或者比如说有的男性他天生就是一个白右手的形象 然后一个很爱和别人讲话很乐于分享生活的一个小话牢 那然后同时是一个很感性的诗人 那这个男性简直是集齐了所有本质主义贴在女性身上的标签 那同时他会在男性群体里面饱受机灵对吧 你怎么这样呢 你这个身为男子汉你怎么可以这么不理性呢 是吧 就是说本质主义他的压迫 他对这个性别的压迫其实是均等的 只不过符合社会主流的男性压迫不符合社会主流的男性 但是不符合社会主流的男性同时还可以压迫女性 他有一个这样非常奇妙且非常隐蔽的这样的权力结构 话说回来啊 我们女性主义其实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思想 就是说我们会用这个社会建构和文化建构的哲学模型去分析问题 那我们认为男和女它其实是社会文化生产出来的性分差异 并不是先前就有的本质 我刚刚提到过的那个我在B站上看到的波夫阿的采访 他在这个采访里面提到过什么呢 他说男婴和女婴从刚出生的时候就被以不同的方式去抚育了 男婴会被这个保姆 就是男婴有一些好斗的这些做法的时候 不会被规训不会被教育 但是如果女婴有的话 就会说这个不是女孩子该做的事情 就是那个照顾他们的妈妈也好 帮母也好 就是会规训女婴的这些形象 这些行为 然后同时呢 他们会劝耀男婴的生殖器官 就这个事情到现在中国还是这样的 有很多家庭 非常多的家庭 他们如果生了孙子的话 就会把这个小男孩就是光着屁股抱着他拍照 对吧 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总是能见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对吧 那这个 所以就回到这个反本质主义啊 就是说我们从婴儿时期 就不复娃的那段 我刚刚讲到的不复娃的那段论述呢 他其实是说 男生和女生他们两个就是两个性别 这两个性别的婴儿从出生起就收到了不一样的对待 那么这种不一样的对待日期月累 当然会建构出他们不一样的性格 然后不一样的一些行为模式 但那么这种被文化建构出来的男性和女性的差异 不是男性和女性本质上的差异 那我们这个 我刚刚说女性主义其实是一种反本质主义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打破 我们要争取打破 就算我们打不破 我们争取让你知道 现在是这种差异是存在 是存在在社会建构和文化层面上的差异 并非真实的男性作为一个生物体和女性作为一个生物体的差异 是这个样子 有一个先觉得对女性主义的一个概括 就是非常的努力的讲这件事情 其实是想说 是想要尽量让可能会看到这个视频的人 放下他们心中的那种认为女权 就是对那些对相关概念的负面看法吧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 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这本书 第一个抓到我的点是这个 田房庸子女士 她们两个在讨论家庭主妇的事情 那田房说她这个 工作女性已经很多了 当然也有人去当家庭主妇 并且她还提到了说 她现在还会有一种观念认为 如果你怀孕了 生孩子了之后 还要出来工作的话 那一定是你老公不够有钱 就是说 尽管现在家庭主妇跟工作女性一样 大家都成为了主流 但是 这看上去是一个很进步的一个模式 是吧 我们的社会如此的包容 我们已经不像第十年代那种 就是对工作女性会 她工作的女性是极少数的 但事实上 看似有一个这样的开放包容的变化 但实际上真的落到经济社会的人们的心理 以及人们的其他的行为上去 我们对工作女性其实还是一个 没有那么包容的一个状态 同时就像我刚刚提到 就是中国的妇女结合运动的时候 一样 这些被召唤出来工作的承担社会责任的女性呢 她们同时还要承担一份家庭责任 我们在这个 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 独亲是怎么样形成的 妈妈对你说 你这个 虽然肯定要结婚 但是你也一定要有一个能养家的手艺 对吧 就是 妈妈们开始对自己的女儿提出了要求 提出要她共担 同时 同时挑起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 这样的一个要求 然后同时还要求 女儿必须要按照自己的模式一样 结婚生子 要做一个符合社会主流 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女儿和母亲的分歧由此产生 然后也由此会有一个 这个所谓独亲的概念 那 这个 还是回到 还是回到我们这个 女权斗士波福娃女士 她的一个 她的一个言论 她说 有一份一九五几年的报告 当然一年算太久了 我没有办法找到一手的资料 所以不能保证她的真实性 那我只能说 我引用了波福娃女士的观点 她说 那一年法国有产生了四百五十亿的工作 有男性承担的工作 那么同时就有四百六十亿的家庭的工作 这些琐碎的重复的这些工作 由女性承担 但是不被经济社会所认可 就是说 她们这些工作是无偿的呀 那不被经济社会所认可的 所以就导致了一个 她们只能依附于丈夫 从经济上依附于丈夫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所以她们处在了一个 较为弱势的一个状态 那 这里我还想轻松一点的 跟大家讨论 就是想推荐大家看一个日本电视剧 叫《逃避可耻》 却有用《新元节一》演的 就是 我们不去讨论她是否是 那个血淋淋地揭开了社会里的一个 那个隐藏的面目啊 我们不去从这个意义上去讨论这个电视剧 只是说这个电视剧 她为什么要在这里被我推荐给大家呢 是因为 《新元节一》 对 《新元节一》和她老公结婚 就是因为拍了这个电视剧吧 我记得 《新元节一》在这个剧里面演一个 求职的女性 然后因为她在日本社会的那个特殊的 更加对女性 就是就业环境对女性更加不友好的 那样的一个社会里 所以她很难找到好工作 她就是一个合同工 派遣制 那种日本独特的那种工作方式啊 然后她找不到好工作怎么办呢 然后她去跟这个男主角 就是新演员演的这个角色 签了个合同 就当你家保姆 那个给你做饭 打扫卫生 然后你付我钱 就是说 这个电视剧里面 当然他们也发生了一些爱情 最后又在一起了 但这不是我要想要在此分析 就是推荐给你们的这个重要的那个点 我想说的是 就是当你真的将维持家庭正常运转所相关的这一类工作 看作是需要被支付的工作的时候 那么其实女性是承担了很多这个工作内容的 只不过他们的这个工作长久以来乃至当今都不为这个社会产生经济意义上的生产价值 当然 服育一个家庭是很有意义的 让家里的每个角落都整洁 让孩子长成可爱的样子 然后跟孩子建立这个非常好的亲情 这当然都是很有意义 很有回报的 但是因为从经济的角度上 他没有办法从经济的角度上获得生产性的收益 导致他在经济的这个维度上处在一个依附丈夫的这样的弱势的角度上 那我们去讨论这个事情的原因 也不止 也不 也不是 就完全不是要批判家庭主妇把自己放在了依附的位置上 我们只是说 我们要承认家庭主妇付出的这些劳动是有意义的 而且我们支持任何女性想成为家庭主妇 或不想成为家庭主妇 而且我们同时支持任何男性想成为家庭主妇 或者不想成为家庭主妇 只有当这些人都充分的拥有这样的选择的自由 而且我们不单单的以经济价值去作为 这类劳动的评价标准的时候 我们才能找到一个 我们才能找到一个打破性别建构的 甚至是打破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再说一遍 为什么它跟资本主义内部的资本主义背后的逻辑有关 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非常多遍 家庭主妇他们的劳动 他们之所以处在弱势的这个地位 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丈夫 那么从经济上没有创造价值 你就没有价值 这个逻辑是套在家庭主妇身上的对吧 那这个逻辑为什么被大家广泛的接受 且大家都认为它正确呢 那其实是不是可以归咎于整个资本主义 就是基督教文明的那种 就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它这个价值观全球化了呀 这个价值观 在美苏最历节结束的时候 这个苏联阵营它失败了 然后那个所有其他的殖民国家反抗的时候 他们反抗了之后 也是并没有找回自己原有的文明 他们也是仿照自己的宗主国建立了新的文明啊 成为你然后再打败你 对吧 所以其实我在最开篇的时候 说到过女性主义 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解读现代性的 另外一个视角的原因也在这里 当我们真的寻求到了一个 大家都可以自得其乐的方式的时候 就代表着我们打破了现有的固定的单一的价值观 那么现有的这个单一的价值观 其实就是现代性的一个弊病嘛 对吧 这是第一个关于这本书 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 第二个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婚姻制度和声誉 这一部分的内容就很明显的 就是证实了我刚刚所说的 男权制度不仅压迫女性 它也压迫男性 首先 这个部分除了黑色的字都是原文啊 然后那个有点就不一样颜色的那个字是我自己写的 就是我们书里提到过说这个 我们这个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这些 这种家庭组合形式 它其实是个制度性的东西 因为日本不允许非婚生子 是吧 这个我们书里写的 那所以你到了一个年龄 不管是有什么原因 你不管是为了这个财产能传承 也好为了你不成为一个主流社会 被主流社会厌弃的人 也好你会选择去结婚 然后呢结婚了就是要有繁衣下一代的 这样的一个需求 然后所以他上也写了一个这样一段话 包括你同居的时候 由于这个避孕措施的一个原因 如果你怀孕了的话 也只能去走进婚姻 那首先这个 这里其实也有一些 更复杂的话题值得讨论 就比如说 这个避孕措施 是如何影响妇女解放运动的 这个性解放运动 是如何跟妇女解放运动 产生联系和共振的 这当然是一些更复杂 更复杂的话题了 那这个我们说 在独外这本书 应该大家都会有一个 一个直观的 印象就是说 不管结不结婚 日本的女性其实都挺惨的 对吧 不结婚的话 它不是社会的主流 然后结婚了的话 那它就要生孩子 然后可能就要变成家庭主妇 就会变成我上一个部分 提到的那个 经济上的弱势群体 那这种 结构性的不平等会 中国文化运动比较彻底 是什么意思 新文化运动比较彻底 我先继续说了 那这种 这种性别结构不平等 带来的这个社会 社会规则 就是在建立在 性别结构不平等之上的 这个社会规则 它其实是方方面面的 都会去压迫到 这个拥抱这个规则的男性和女性 那如果一旦一个女性 她去选择婚姻 然后选择育儿 选择去 这个照顾她的孩子 选择去拥有一个孩子 那她就要面临一个 职业生涯和家庭生活的 一个选择 是吧 因为这个 日本的照顾小朋友的这些设施 还比较稀缺 然后如果你要 那照顾小孩是很费精力的 这大家都知道 是吧 那那个 我们 那些日本女性 她就会面临一个 这样两难的抉择 她是要在家照顾孩子呢 还是争取把孩子 去送到托儿所呢 那在这里还会产生的一个分歧 是我们 后面节 可能会提到的 我在这里先讲一下 就是说 能入托的 就比如我和你都是职业女性 你的小孩能去上 那个免费的托儿所 但是我不能 然后那这种社会制度 它其实是会 内在的分裂 本来应该站在一起的 职业女性的 本来应该站在一起的 拥有孩子的职业女性 那以及这个 终止妊娠的自由呢 这个事情 这吵了很久了 对吧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 灯塔美利坚 他们突然通过了 一个那样的法案 然后有那样的规定 剥夺了女性的生育的 这样的一个自由 然后第三个部分 就是这本书里面 第三个提到 就是组建家庭的 这个内容是说 它整个的一个家庭结构 完全围绕着单一的 这样一个男权 去推进的社会制度的话呢 在本书里面写到 上也说到的是 好的菜会单独地端给长子吃 然后次子和三子 除非是入赘的话 否则没有办法结婚 然后甚至是次子和三子 是没有名字的 当次子和三子出生的时候 他们会说 这个家生了一个叔叔 因为他们家所有的家产 会传给长子的孩子 而对长子的孩子来说 次子和三子就是叔叔 那这就很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 get得到我想要表达的概念 就是说 对于一个这样的 就是极端男权 我称之为极端男权的 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构里 四子和三子 失去了他们的姓名 他们没有办法 被当成一个正常的 有独立人格的 想有公民权利的人来对待 他们只能是 长死孩子的叔叔 那他们的这种境况 其实和女性的境况 是何其的相似 曾经女性她 曾经罗拉不能作为 一个人格独立的女性 去工作 尽管她可以通过 抄写来赚钱 她只能是她丈夫的宝贝 她只能是她丈夫的小鸟 对吧 那这也就是说 这个这种极端男权下的 家庭结构不仅仅 就是她是我之前 以观点的一个例证 就是说 这种东西呢 她不仅压迫女性 她也压迫男性 是这样子 然后第四个部分 是这个亲子关系 一旦家进入婚姻的 这个女性 她会同时面对 她同时可能面对 两种不一样的亲子关系 一个是 翻译的问题 可能是 反正就是我看的那个版本 她那个 挪拉的老公 就每次都叫她 我美丽的小鸟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 首先 进入婚姻的女性 她会和她自己的母亲 有一个 关联 进入婚姻 当然可能会比较符合 母亲的价值观 所以天方女士 她在这个角度上 跟自己的母亲 并没有太多的分歧 但上野就不一样了 上野一直都没有结婚 对吧 那上野的母亲 书里也写到了说 上野的母亲认为 你这是完全否定了 我的生活呀 就是你在执行 你认为对的东西 然后你认为对的东西 和我完全不一样 然后你再否定我 那 第二种 亲子关系 其实就是 这个进入婚姻的女性 和自己的孩子 那她和她自己的孩子 建立亲子关系的时候呢 根据上野女士 她的陈述 她认为 这个母亲和女儿 母亲和儿子 是不一样的 然后她甚至还提到了说 这个 因为母亲对儿子太好了 就比如说 我们回到这个03 这个部分 假设如果你在这样一个 环境下长大 你作为一个长子长大的话 可能会 你会觉得 这个世界上 除了妈妈之外 再也没有人 对我这么好了 对不对 那上野也提到了说 有很多男性 因为觉得自己 找不到那种 超过母亲的那种女性 然后选择不结婚 但是母亲并不会把自己的人生套在儿子身上 并不会去像约束女儿一样去约束她的儿子 这个 就是关于亲子关系的这个部分呢 我没有什么太真切的生活体验 可以和大家分享 所以其实这部分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发言权 那这个婚姻制度和生育 就是我们书里面提到的这些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了 大概概括下来是这样 然后关于女性的生育困境 就是关于日本女性的生育困境 非婚生育以及婚育 他们都面临一些这个 他们都面临一些困难 那在其他的就是我们这个书单的其他书里面 就是东京贫困女子啊 什么女性贫困那些书里面 都有一些更加详实的这个阐述 因为那些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现象写的 一个像社会学报告一样的那样的作品 然后在这里我也就不多再讲了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女性可以做什么 这个书里面有提到 不管是上野还是田房 他们都提到了说上学的时候穿衣服呀 穿牛仔裤穿短裙呀 对吧 首先在衣着上面 这个那个穿长裤已经是当时的 现在我们看来很司空见惯的一个行为 在当时在上野的那个年代 也已经是很特立独行的行为了 那包括其实现在日本的女孩子 她们也是经常会穿裙子嘛 穿裤子的人也比较少 首先在衣着上女性受到了一个这样的约束 然后第二个部分 在她们 为什么我的这些图标没有对齐嘞 我好难受啊 第二是在求学的时候 黑色的字是我们这本书里面提到的 日本的一个男性女性升学率 然后下面那个这个卡其色的字 或者是我查的对应的中国的男性女性的这个升学率 当然虽然它已经是1999年的数据了 已经非常古老了 但是因为我之所以会把这个1999年的数据列在这里 其实是因为我在网上找的时候 只找到了1999年的一个 就是官方机构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文章 它是20年发布的了 然后上面列出了这个 然后后续的就是网上也有20年的数据 但是我没有办法确定它这个数据统计的来源 和它的统计的方式 所以我不是很确定它是否是真实客观的 那总之在这个年代 在1999年的时候 男性接受更高等教育的人呢 占男性全体的62% 而女性仅仅占37% 但是在那个年代的人口比例来算的话 也就是说男性不仅人数比女性多 而且男性受教育的这个比例也比女性要大 也就是说受教育的机会是不平等的 在能否求学这件事情上 女性也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我接下来要说一些不太客观的内容啊 是我之前去参加过美丽中国的一个 那个陪读的活动 就是陪偏远山区的小朋友读书 然后认识了美丽中国的工作人员 他们和我讲说 在很偏远很偏远的地方 女孩上一年级的 女孩入学小学读一年级的年龄 普遍在十岁以上 就是说 他们十岁左右的时候 他们的弟弟基本上六岁了 他们的弟弟可以上小学了的时候 女孩会一起被送进小学里 在学校里也可以照顾弟弟 当然这是 我还是要强调 这是一个机器不客观的一个事情 而且它只是一个个例 也许并不能代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 现在的这个女孩上学的情况 但是讲到这件事情的原因是想说 19年的数据是这样的 那这种女性相对来讲 可能会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现状 可能会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这个事实 可能在今天还仍然在延续着 再有就是我们书里提到的 第三个关于女性被允许做的事情 是工作 那那个时候 这个也是上演女士写的 说那个时候企业录用的女性的感觉 就是说替你脱管了一下 这个年轻的女孩 他说因为企业根本不懂 如何培养女大学生 那少数的女大学生 她们只是派遣工或者是临时工 而且还得靠关系才能入职 然后而且还要干到结婚就走 就是说 同时 这个 也就是说这些女性被招募到企业呢 她其实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独特的工作能力 她们是因为她们是女性 而男性有客观的这个结婚的需求 所以她们经过了筛选之后 被吸收到企业来工作 那么她们的这个工作 还同时会随着她们婚姻的开始而终结 这些都是我们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了 只关于这个女性在 从她的生活到她上学到她工作 方方面面女性被允许干的事情 和她不被允许干的事情 那当然就这些说清楚了 大概就能知道她们不被允许干什么了 对吧 那女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一步一步 从上学到工作 基本上可以涵盖这个女性她的一生 对吧 她们退休养老的时候 我们先不看的话 那从这里的时候 就已经 她们就已经在被 就是我们梳理这样一个过程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社会和文化是如何塑造一个女性的 她们塑造这个女性 使她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女性 而非真实的 客观的 自然界的 生物的女性 就是一个 纯天然的 刚生出来的小女孩 经过这样的步骤 被塑造成了一个 文化意义上的 刚男性不同的女性 回到 没有什么回到 我没有讲不好题 那我们同时男性可以做什么呢 男性什么都可以做 对吧 男性从来没有被规范过 你不能穿长裤 男性最多可以被规范说 好像穿长裙有点娘 是吧 求学路上男性经受了什么限制吗 好像也没有 她们还是可以 有较高的受教育的可能性 这个都在前面说过了 那她们入职 然后工作 然后会获得公司帮她筛选过的一些女性 作为她潜在的妻子 那么这个过程中 尽管我刚刚的陈述里面 好像是说 女性受到了很大的欺负 然后男性可以自由自在的选择 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男性同时受到 同时男性受到不小的歧视 有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词叫 益装癖对吧 当然那个自读癖 但是 就是 这些喜欢穿 觉得女装真的很漂亮的男孩子 他们真的想穿裙子 但是他们迫于这个社会的压力 他们不能 并且会被认为是异类 然后那 他们上学 获得这个 那个求学的 对的 男性不是不能做什么 他是被社会规训成 必须做什么 然后到上学的时候 别人会要求 这个男性要成为一个理性的人 要学 要把理工课学得很好 然后 然后要那个 坚强 刚毅 果敢 然后不能动不动就哭泣 那如果在上学这个阶段 有我刚刚提到的那些特质的男性 他们就会遭到 他们就可能会遭到校园霸凌 然后到了工作的时候呢 因为有一个这样的社会现实 就是说女性的工作 随着婚姻的到来而终止 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 所以我们不把它就放在日本嘛 因为日本他们年轻人的生活 跟我们还相对不太一样 我本来讲以中国为例子 我以中国为例子 可能大家更能够概得到 我想表达的内容 就是说 首先中国女性和日本女性 一样在职场中有一个劣势 那到了工作的时候 以对中国的年轻夫妻为例 比如说这个女孩 她生了孩子 然后她同时因为产家 因为种种原因 因为资本逐利 她失去了她的这份工作 是吧 那她只能在家带这个孩子 那么今天一对小夫妻 他们结婚需要什么 比如说他们贷款购买了一个婚房 那这个婚房不能断供 所有的经济压力 都来到了这个男生身上 我们并不是 想要让把这种还房贷的义务 全部转嫁到男生身上 我们是想说 假如这个社会 没有一个这样的歧视的结构 假如一个女性 不会因为她的生育 而失去她的工作 假如我们有配套的一些 比如说幼儿园的设施 以及对婚育妇女的 这个权力的这个保护 以及她不会在职场中 受到歧视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 那么还钱的这个压力 会平等地分摊到 组建家庭的男方和女方身上 就是说 我刚刚讲的这段话 也是为了佐证 我最开始说的 这种男权压迫的这种结构下 受到压迫的不仅仅是女性 还有底层的男性 那么这个部分 我也就讲完了 然后最后 倒数第二个部分 是女性群体之间的割裂 这个我刚刚有提到过一点点 就是说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 她们是看似完全对立的 两类群体 是因为她们几乎很难有职业女性 同时兼顾她的家庭生活的 在当今社会非常难做到 不仅当今社会 过去其实也很难做到 比如说这个 比尚野女士 在前一个世代的 我们中国的女性学者 就是樊顶诗 就是因为敦煌 开始走进大家的视野了 那么樊顶诗女士 她的书也开始被大家所熟知 她其实也是完全的职业女性 那么她在她的书里面 也写到了 由于她对事业的投入 她觉得很对不起两个孩子 我们且不谈 为什么这种对孩子的 这种抱歉的心态 来自于女性 而不来自于父亲 这些更复杂的东西 我们先不讨论 那么我想说 我提到这些事情 想主要说明的一个点是 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活 几乎是只能二选一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只能二选一的 这个状况本身 其实是这个 我们性别权利 性别关系 然后这个整体有 拥有一个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全都不对等的 这样的一个现状导致的 但是这种社会结构 它会以这样的方式 分裂掉这样的女性群体 就是说 我们书里提到过的 那个托儿所 有的人可以申请到 免费的托儿所 有的人申请不到 免费的托儿所 那么这两类群体的女性 就会被天然的割裂开 也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托儿所 数量足够多 所有的女孩 他们的孩子都能去送到托儿所去 然后他们都可以去 自由地选择 我是不是要当职业女性 是不是要当家庭主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女性群体之间 不管职业女性和家庭主妇之间 他们是不会 心存怨气的 就是他们不会彼此指责 不会被割裂的 他们的这种割裂 完全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 就比如说 我们在今天 也会有很多人去 有很多职业女性 去抨击家庭主妇 说你给你老公提供了 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 是吧 所以你们家的这位男性 他可以在公司加班到很晚 然后他在工作上表现 自然就会比我这一个 要承担家庭责任的 职业女性要好 那你的这种存在 你的这种做法 就压缩了我的这个 在这个职场的 这个进步的空间 这个事情啊 客观事实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并不是直接的 家庭主妇导致了 职业女性的生存空间 被压缩的 它背后是有 更深层次的原因的 那这种 这种女性群体之间的割裂 也是一个 性别完全不对等的 这样的社会结构 导致的一个结果 而在这种 女性和女性之间 相互割裂的同时呢 不管怎么样 男性都没有因此 牺牲她的职业 她的那个 在职场的 这个生存空间 因为他们并没有 被召唤到 家庭责任的 这个领域里来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还顺从着 那个经济社会 就是一切的那个 现代资本主义逻辑的话 男性就是一个天然的 这个处在优势地位的群体 是的 她就算想她也没有得选 因为我们是个社会 不仅不允许职业女性 她也不允许家庭主夫 那么如果 我们真的能够 打破这种 男的就应该工作 女的就应该顾家的 这种成见的话 就那么 打破了这种成见之后的社会 就是一个对职业女性 和对家庭主夫 都非常友好的社会 最后一个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两个概念 其实翻译成中文都是性别 那我刚刚说过的 一个是文化意义上的性别 一个是生理意义的性别 然后对到我们这个舒畅的时候呢 她田芳女士总结了 关于作品 就是文学作品 漫画 动漫作品里面的 这个女性的特征和男性的 女性的具有的特征 女性有这样的两个角色 一种角色是这个 完全符合男性凝视的角色 另外一种是这个 会 会敲打男性角色的 她按照就是功能去把 她按照不同的功能 去建立了两种不一样的女性角色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 我并没有在本书看到过任何 关于动漫里面男性角色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叙述啊 就只是说 看这种作品长大的 看这种作品长大的男性呢 她会被这些作品塑造成 认为女性是这个样子的 这也是为什么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上 去解读女性 去看待妇女解放运动 去看女性主义是重要的 这也是我们书里面上野女士提到的 说田芳女士的工作 为什么如此有意义 她鼓励田芳女士用自己的漫画 去反击这种文化的单一叙述嘛 对吧 那我刚刚说过 这种看这种动漫作品长大的男孩子 他们是不可避免的 会被这种动漫作品影响 会被这种动漫作品塑造的 那这是一个单向的塑造的逻辑 就是她在这些作品里 只限定了女性应该怎么怎么样 并没有限定男性应该怎么怎么样 那看这本书 看这样的书长大的男性 她受到这个作品的影响之后 她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在这本书里面上野 她鼓励田芳一定要用她手中的画笔 去博视这种观点 画不一样的作品 发出更多不一样的声音 那也就是说 其实已经讲到这里了 我会大量的重复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观点 不一样的什么什么东西 几乎都不一样的这个词 贯穿我从头到尾的所有的真相 那么其实归根结底 我认为 自己认为 不一定正确 也不一定客观 也不一定理性的 我自己认为 和那些激烈的 要上街游行的 那种争取 女性应有权力的 妇女解放运动相比 性别研究 文化研究 女性主义是 更加学院派的 更加温和的 然后更加 从文化的角度去侧重的 发出不一样声音的 这样的一个成果 就是说 也许我们完全不能够改变 能不能改变 这是另说了 也许我们完全不能改变 当今的男权结构 但是正是因为 我认为我们对 女性主义的研究 然后我们从 我们用文化的 从文化的角度去 对性别的这些 不同的现象 进行研究 就是我们会发出 不一样的声音 我们会 也许不能改变什么 但是我们 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去形成不一样的表达 这些不断的 形成的不一样的表达 也会像 屏幕上展示的这种 动漫作品 塑造男性一样 这些不一样 一样的表达 也会潜移默化地塑造 今天的男性和女性 这是我自己认为 性别研究 女性主义 它最重要的一个意义了 我最后还想和大家 分享的一个是 这个 这个所谓的 个人的 就是政治的 这个是我们 这本书里面 比较 重要的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 一个观点了 它其实不是 上演女士 她自己原创的 一个什么观点 只不过 这是一本对谈集嘛 就整体都在一个 比较浅层 然后比较生活化 不太涉及到那种 复杂概念定义啊 这种不太涉及到 深刻的这种 晦涩难懂的内容的 那这个 个人的即时政治的 已经是这本书里面 最相对 最大骨头的一个概念了 相当于是 那 在过往的世界里 我们会 我们会 签订一个群体 该有什么样的特点 然后另外一个群体 会有什么样的特点 这是正常的 因为标签是 很普遍的一种行为 给别人贴标签 给自己贴标签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行为 那 个人的就是政治 他其实想要博士的是 以性别为标签 是不正确的 那他们的观点认为 人他已经不是一个 生物体的人了 他已经是一个 文化建构上的人了 那 那 我们今天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他的其实意思是 他强调了个人嘛 就是说他在强调差异 不以性别为前提的 强调差异 男性就是可以想顾家 男性就是可以留长发 穿裙子 女性 就是可以去拼搏他的事业 就是可以不婚不育 就是什么样都可以 就是个人的差异 应该得到承认 得到认可 而且不被排斥 这个是 我们 当今就是 这个个人的 就是政治的 这个观点 和曾经 六十年代那个时候 妇女能定半面天的那种 不同的两种思路 是那个 践行平权路上的 两种实践吧 当时 我们 妇女能定半面天的时候 不是说 就是男人能做到的事情 女人也能做到 我们没有差异 它是一种否定 差异的一种 一种态度 就是你不是说 我们有差异 所以有这样的 这个社会上 对我们文化上 对我们有这样 不同的区域吗 那我现在告诉你 没有这种差异了 这是当时 六十年代 那个时候的一个 六七十年代 那个时候的一个 我们对平权的时间 那个时候的思路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我们现在 思路变了 我们变成了一个 承认差异 然后我们承认 身体的差异 但是进一步来讲 我们承认 个体和个体之间的 差异很大 我们否认性别 和性别群体之间的 差异很大 是一个这样的 思路 就是对个人的 就是政治的 这样的一个思路 去进 这个话 对他进行的 一个解释 那即使女性主义 它和政治 是有关系的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 比如说戴景华老师 他认为 强权的 powerful的那种 就是强权政治 冷战时期的那种 它是负权结构的政治 因为他强调了 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差异 然后我们这个 女性主义的 个人的 就是政治的 这种表达 它是 它和微观政治不同 但是它不是 强权政治的 那一套逻辑 是一个 这样的思路 然后我们这本书里面 也经常会提到 一个概念 叫一人一杀 其实这本书 我读起来 经常会对某些翻译 感到困惑 但是我对他的理解 就是说 他认为我们应该 从日常的生活 进行改变 因为我们 无数个人的 日常行为 就是组成了我们 整体的宏观的结构 那如果我们 每一个人都能 对此做出一些改变的话 那整个这个 这个结构 就会被我们改写 这个是关于 从零开始的 女性主义这本书 让我印象 比较深刻的几个部分 然后和大家 作为一个分享 那 最后一个部分 是问题的讨论 然后 其中三个问题 是我昨天 已经发在群里了 第一个问题是 我们不聚焦于性别 就任何人 性别的人类 都可以发言 就是说你哪些时刻 感受到了性别不平等 你作为被压迫的一方也好 作为压迫别人的一方也好 就是分享一下 你的感受就好了 然后第二个问题 是在所有的这些 文艺作品里面 有哪一些 女性角色比较打动你 然后呢 原因是什么 然后第三个 就是我们讲了这么多 跟平权有关的内容 那生活中 我们可以 就从 怎么从日常生活 入手去改变 然后让无数个 日常生活变化之后 彻底的去改写这种 压迫男性的同时 也压迫女性 压迫女性的同时 也压迫男性的 这种不平等的性别结构 还有一个问题 昨天没有跟大家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当今社会背景下 性别议题 我提到了说 由于阶级种族宗教 等等这些问题 在今天已经变得 没有那么容易去讨论了 所以性别议题 变得如此的尖锐 包括性别议题 突然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其实有很多人认为 其实是也是资本逐利行为 因为哪里 因为性别议题是流量域嘛 哪里有流量 哪里就是有利润 就是他要去追逐的东西 那在当前这个更加复杂 然后更加保守 也更加不那么容易去分析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 你怎么去看待性别的议题呢 我说没有那么容易去分析 其实是很多时候 在今天性别议题 是跟其他的议题 联系在一起的 就比如说抗战年代 我可以代表任何一个中国人说 我们中国人要站起来 要把这个侵略我们国土的人打出去 那个时候是有一个这样的 一个人可以 就是任何一个个体 他是有这样的代表性的 但是今天 我们失去了这种代表性 比如说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我对于这本书 我对于女性主义 我对于这些的感受 但是我却不能代表任何人去提出诉求 就比如说 我作为一个 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个人 然后我是独生 我可能没有那么多 就是我的生活中 歧视的现象相对比较少 或者说就算有 我也具有与之一战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更多的底层的女性 她们比如说进城务工的那些农民工 她们也是有很大比例的女性的 对吧 那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 那个很私下里提到的 那个十岁才上小学的女孩 那她们事实上是有更多的诉求的 虽然阶级这个词很敏感 但是我可以粗浅地概括说 我和她们不属于一个阶级 因为我根本不需要面对那样的 就是我并没有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 就是我们的诉求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不能够代表它们 那今天这个社会背景下 整个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 它背后包含的逻辑 它整个你讨论它的余境 然后你的立场它都是那么的错综复杂 和漂泊不定 那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到底该如何思考进别议题 这是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 然后我的分享就结束了 如果最后以一张图片作为结束 就是这张图片是一个地铁上的照片 穆斯林的女性只能露出眼睛 但是旁边的白人男性却已经拥有了 为什么这里又有一个字好奇怪 但是右边这个白人男性 他甚至拥有成为女人的自由 就是当穆斯林女性连穿衣自由都没有的时候 白人男性是拥有做任何事情的自由的 以这张图片为结尾 也是想要引起一些大家的思考了 就是说我们去 也回到我刚刚上一页 在这一页的时候我讲到的那种 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试点 我们的一切都变得那么的错综复杂 当我们看到这样一张照片的时候 比如说我认为这个穆斯林女性 应该拥有穿衣自由 那么我是以什么样的立场 去这样讲的呢 因为我是一个不需要被裹成这样的人 对吧 我没有这样的教义来规训我 所以就是说种种问题的这个交叉 导致我们在讨论性别议题的时候 似乎变得更加困难了 那么在这种更加困难的情况下 我们又该怎么去讨论它呢 这是我最后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 我的分享基本上就已经完全彻底的结束了 然后任何想要加入我们读书会的小伙伴们 老屏幕上的二维码 马上加小助手 然后加群 回到这个问题 这一页 然后欢迎大家的讨论 我不结束我的共享 但是我先关卖了 就我的分享结束了 好的 感谢小龙君的分享 挺精彩的 先给我们梳理了一下 整个这个女性主义主题 它的缘起 以及女性主义一些主要的观念和运动的历史 然后讲了一下上海千和子这本书 应该有很多 有一些朋友应该也是读过这本书的 然后我觉得在讨论 比如说讨论这三个问题之前 也可以先简单聊一聊 因为刚才小龙君也讲了 他感触比较深的基点 然后可能每个人他感触 就触动他的点可能就不太一样 大家也可以就读过这本书 也可以先聊一聊 我可以先说一下吧 其实小龙君刚才提到 他是从那个母子关系 就从那个代际关系切入的 而这一点其实 对小龙君也说 他可能没有相关的一些 就是这种体验 然后作为男性其实也是很少 但是有时候你跟周边 就是一些女性朋友聊天的时候 其实会有这种母女之间 有那种相爱相杀的那种关系 这个其实如果有女性朋友 也有这种体验也可以聊一聊 这个我是觉得比较还比较好奇 然后后面 像那个长子的那个待遇 其实对日本那个确实挺极端的 然后中国因为像我们这一代 可能很多都是独生子女 就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触 但是如果周边有那种 就不是独生子女的 而且尤其是那种农村 他又有哥哥或者弟弟的那种 女性的话 他其实也到我们这一代 其实也还能体验到比较明显的 可能大部分还是会有一些 那个性别歧视 就包括有父母 基本上如果买房的话 他可能就帮那个儿子去买房 然后这个女儿 他可能就就不太管 等等这些去周边的 女性也有这样一些 就是区别对待吧 这还有就是比较触动的一点 就是他在好像上也提到了吧 就是就我们经常比如说 男性如果跟女性聊到 女性主义话题这个 就经常会有一些争论嘛 然后比如说男性可能就会说 啊这个现在 你这个女性已经有很多空间了 比以前好很多了 然后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个 正确权力啊 或者就是要搞女权这些 那其实就是 但如果你去问那个男性 他可能 他其实不太能体会到 女性他平时遭受的一些 就是被歧视啊 或者是他遇到一些 不公平的对待吧 就是从小到大 那这个上也他是说 他说什么是强者 就是强者他是 无需对弱者展开想象力的 也就是说 你比如说作为一个强者 或者作为一个无论是 你那个阶层比较高 或者是你是这个 在性别中是处于这个强势一方的男性 你其实不需要去理解女性 或者不需要理解那个弱者的一方 或者你压根就不要去 不需要去想他们遭受过什么 这个被歧视啊 或者是被压榨的这些事情 然后你也可以活得很好 就完全没有问题 但实际上他们遭受的东西就是 可能就是你在聊天 或者是他跟你真正说起来的时候 你才知道 哦原来有这么多 那个我之前没有想到过的事情 所以说这一点当时我觉得还 还挺感触的 因为他是无需对弱者展开想象力嘛 而且本身因为他无需 没有这个需要的话 他其实就缺乏这种想象力 所以他也说到 就是如果在一个权力结构中 就是强势的那一方 他本身就缺乏想象力了 他可能留意不到很多 就这个社会上不公平的事 然后就导致他 他追求那个东西就是 要变得更高啊更强 然后就其实挺单调的 挺无聊的 然后他可能也相对来说 我会意识到要去帮助别人 或者进行一些 比如说像是照顾别人啊 或者是 就反正就是帮助别人 也是一些事吧 他可能就更加注重自己的一些 利益的追求 所以 所以他那个书里面也提到嘛 就是女性主义 他不是说要让女性都跟男性一样 去追求那个利益 或者追求那个权力 而是说要打破这种 就大家都去追求 这个强权的这个想象 要拓展这个视角 或者拓展这个想象力 让社会变得更加多元 就跟刚才小郎君说的 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再来最后一点就是 就最后上也还是提到 这个艳女这个话题 就这个他有一本书 就是艳女啊 虽然我现在还没看过 但之后应该也回去看一下 就他说 就那个 那个田方那个女士 他就问他 那你自己身上是有艳女的这种情况嘛 那上也他很坦诚的承认他是有的 就说他只要还有艳女的这种想法 他就会继续就是当一个那个女权主义者 因为他他做那个女权主义者 就是要去和女性 就女性这个身份 或者是人们附着在他身上一些想象 去进行一些和解 那所谓艳女就是 他其实无论男性和女性都会有的 就是对 无论我们说刻板印象里 女性的那些特质 进行一个贬低 那比如说 女性就什么情绪化呀 或者是非理性 然后包括 就或者我们经常会形容这个 女人是个疯女人啊等等 然后嘴碎啊等等 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贬低的话语 那其实有很多 包括有一些女性 他可能 他比如说他就喜欢跟男生玩 他觉得男生 就是比较大气 或者怎么怎么样 然后觉得跟那些小女生在一起玩 就非常的没有意思 那这也是一种那个艳女的现象 所以其实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女性 对这一点应该是感触会比较深吧 但这一点是 我觉得是这本书里面最打动我的 就是我觉得上野他讲到这个 还是非常坦诚的 包括我之前 其实也有朋友 有做那个播客的朋友 其实就聊过他们成长 经历中这些业女的一些现象 就他们也是女性 实际上 我觉得就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吧 他其实都有一些比较好的特质 包括男性 就我们其实说一个东西 其实可以从一个好的方面说 或者从一个坏的方面说 比如说你说女性情绪化 但女性他其实更能体察到这个 一些就细微之处吧 或者他就会更加敏感 对这些情感方面的东西 这个实际上就是 男性就比较缺乏的 但实际上他对我们 比如说社会 进行一个合作啊 或者是大家构建出一个更好 更和谐的一个社会环境 他都是需要这个的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不好的特质 当然男性他身上也有一些 我们可以说他比较勇敢 或者怎么样 但是男性身上如果那些 我们说刻板印象 男性的那些气质 如果他比较极端的话 就像去追求一些强权啊 或者是暴力这些东西 那他其实也是不好的 所以其实就像我之前读 那个亲密关系嘛 他里面也说到 就最好的特质就是你 兼具男性和女性那些比较好的特质 把它综合起来 对有朋友说男性不用敢 对就是说你这特质 其实都可以从两方面 两方面去说 但艳女这个 我们很少去说艳男啊 是吧 就很少就会去 比较少吧 去批判男性的那些特质 而比较多的是去批判 女性的这个特质 这一点还是挺明显 然后包括上野他承认 他自己也有艳女的这种想法 就包括他可能到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有 所以他要继续去做一个女权主义者 说我们再去研读相关的书 或者看待相关的事件的时候 应该变换视角 然后时刻提醒自己 是以什么立场去解读这些事情 其实是因为 首先这个话题太大了 然后它包含了不同种族 不同地域 不同文化习俗的 不同的女性做出过的哪些事情 但内容太过丰富了 那我们刚刚谈到过的 所有的这个所谓妇女解放运动 其实包括我们说 女性主义之所以能够开辟 一个解读现代性的新的窗口 这些观念 包括我们说女性在经济上 处于依附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因为我提到过说 女性处在依附地位的背后的 隐藏的逻辑是 我们承认资本主义经济逻辑 是唯一正确的逻辑嘛 对吧 那当我们谈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其实它还是在一个大的 基督教文明的 所谓西方世界的文明体系下去讨论的 我们五千年的中华文明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我们可以说 西方的文明从最开始 基督教文明从最开始 女性就是处在一个附属的地位 夏娃她是亚当的一部分 对吧 她不是独立完整的一个人格 她是一部分 那其实在我们中国世界里 中国传统文化里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女娲造人是吧 就男男女女的意思 拿泥巴给你捏出来了 没有说女性是男性一部分 这样的一个情况 包括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关系里面 也不是以性别为区分的 尽管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已知的印象 像是说男主外啊 女主内啊 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伴随男主外女主内 他的社会上的法律 法律意义上的条文 也规定了 男人不能休息 尽管他可以去很多妾 但是其实 所谓的娶妻和娜妾 它不是在一个 我们今天现代人的视角里面 去由于感情 或者由于经济关系 产生的一个东西 他们单纯的是因为 人被划分成了不同的结构 就是他们人已经在不 就是那个时候的人 已经被划分成不一样的群体了 而这个群体的划分 不是以性别为原则去划分的 比如说郑妻和妾 她都是女性 那么郑妻她可能 就比如说我们以那个 官宦人家 我们再暂且先不去讨论 底层的那个务农的那些人 我们以这个当官的这些人家 去讨论的话 她可能郑妻也许是 这个丈夫 她跟丈夫 他们家门第相当的贵族 或者是士族的女儿 而且的话 她其实从身份上 就有一个划分 就是他们是那个奴婢 他们的身器是卖到主家的 就是可能会有一个 这样的情况出现 意思就是说 尽管这个故事里面 出现了不同的 拥有不同权利的男性女性 然后但是这些权利结构呢 是不安性别去划分的 拥有权利的男性 和拥有权利的女性 会以合法的形式 组建一个家庭 然后这个法律同时保护了 如果没有这样几条罪责的话 你不能休妻 然后这个那个 我们所谓的体面人家 也不应该觊觎妻子的嫁妆 等等 这些都是有这个习俗也好 法律规定也好 都是被规定下来 被大家所承认的 那与之相对的贵族女性 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其实之前有一本书 叫《归属诗》 就是说给贵中女子 讲文化课的 这样的一个老师 那他们也做事 他们也拥抱文化 他们也受教育 是吧 我举这个例子 其实是想说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 也有判人有别的权利关系 泛夫走卒和这个 做官的人家 就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种权利关系的划分 是不以性别为原则的 这个是我们和西方文明 很不同的一点 而基督教文明最开始就是强调 就是男性和女性 生理上的差异 带来的这个社会文化 建构上的差异的 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然后我的补充就结束了 这个这一点还挺有意思 因为传统社会其实 这个男权色彩 或者说父权制 坦白还是比较明显的 像对于现在社会来说 但中西方这个差异 我之前倒还不太 就是没有具体了解过 有很有意思的说法 就是说 比如说孟母嘛 孟母三天 就是他是能决定这个家 怎么运转 然后决定孩子怎么受教育 就是他是掌握这个权力的 而且我们中国有明显的 敬老的那种思想 比如说 一个人他从 他做女儿的时候 要比他娘家的嫂子 就是他比娘家的媳妇地位 要高一点 然后他嫁过去之后呢 他受婆婆的支配 但是当他变成婆婆的时候 他就成了一个掌权的 可以支配别人的人 那当你变成婆婆的时候 我们由于我们有这个敬老的 这样的一个传统嘛 就是甚至你 尽管 有很多 这个尽管女士是不能去做官 不能怎么样的 但是事实上 这个家里所有的事情 都要听年长的长辈 年长的女性长辈去支配嘛 就是还蛮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小的点 我觉得他主要就是那个 这一点就是父权制吧 他不一定是男权 年长的或者是家里的 一家支长 他有权利可以掌控 这家里这个年轻人的 这个各种事务 那比如说虽然他是个女性 但实际上他是在 父权的这个角色上 所以包括 其实上野这对我还有一点 就上野他其实这本书里面 当然他也写过那个父权制 其实他在这个对话中 其实也提到了这一点 就感觉他其实 虽然大部分都在讲 那个性别的问题 但实际上他 也在指向一个 这背后一个更大的权力的 他指向是那个 背后更大的那个权力 就他是一个强权 或者说你说 那么主义制度也好 他反对的是那个强权 包括他还举了那个什么 他里面好像举了一个什么 就是有的 以前主义者说我们女的 女性也要去当那个士兵 还是什么的吧 然后他说为什么要当士兵 就那些军事的东西 都是去侵略别人 或者他是施展一个 一个权力的 然后我们女性 或者说他站的这个角度 就是说要用更多元的角度去 就追求一个更多元的角度 而不是说要去追求 那跟男性一样的 男性他们追求的东西 就女性他其实有 更多的可能性 或者说我们每个人要去 呃 展现或者追求 这种更多可能性 而不是把想象力 局限在 那一个负权制的体系中 秦老师说一下 聊一聊呗 呃 就是我 读了这本书 有 呃 可能在性别方面 就感觉就还好 但是他的一个视角 我觉得挺不错的 就是他把这个 呃 就是女性的处境的问题 放到了一个历史和时代的 框架里面去讨论 然后顺带的介绍了一下 日本的各个世代的历史 然后这个其实我之前了解 是比较少的 然后他呃 就是日本 然后我先说一下 他那个历史吧 就是大概1935到1946的时候 是废墟时代 就是就经历二战的那一代人 然后1947到1949 是婴儿潮时代 呃 然后1950到1964 是冷漠时代 呃 这个时代特征是 与上一个时代相反 对政治漠不关心 然后对一切事物都很冷漠的一代人 然后1965到1969时代 是泡沫时代 指的是在泡沫经济顶峰 度过青春时代的一代人 然后1970到1980 是冰河期时代 是失落的一代 就是他们经 那个泡沫经济崩溃后的 就业冰河期的 那个一代人 应该就 呃 那一代人找不到工作 然后1987到1999 是 雾时代 就是呃 是比较宽松的一个时代 是接受宽松教育的一代人 然后也因此成了低欲望的 就他们特点是欲望比较低 那就误了 我感觉是那种意思啊 嗯 然后我想的就是 因为我们国家 其实 呃 跟日本同处于东亚的文化 然后 呃 然后但是经济上 可能落后 因为日本发大国家嘛 然后经济上落后 他们可能几十年 然后呃 就是我感觉 我们应该是 可以对标到他们的 泡沫时代 也就是说他们 1965到1969 这个时代 就经历过泡沫经济 尤其是 比如有很多朋友 是互联网从业者 可能有过这种感受 然后包括最近几年 有一种 大家可能都有一种 经济下行的那种感觉 呃 然后我 就是我觉得 可能读一本书 是想要从 这本书里面 去结合自己的 国家 然后自己所处的环境 然后自己的角色 去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启发 并且呃 想要去呃 就是收收集到这些信息之后 怎么样去呃 思考这些呃 问题 然后去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就我们未来会不会 像那个 会不会走入到那 他的呃 就是迎来那种泡沫经济 后失落的 一旦那种失落的感觉 或者说呃 变得比较低欲望啊 什么的 就是 就其实呃 是想提出来一个问题吧 就是大家 对呃 就是我们 现在所所处的境遇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呃 或者说是女性 就是 是我们国家是怎么样一个境况 然后我们能够做出哪些 呃 对应的行动 提了个问题 好 小文君 你要回答吗 我 都回答不出来 嗯 因为我觉得 有针对性的 就是去采取行动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很难的 因为 嗯 就像我前面分享的那样 我们分析问题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困难了 我们切入问题的视角 然后以及我们讨论问题的背景 然后每个问题背后包含的那些复杂的逻辑 就是已经非常非常复杂了 就是所以说就是我 我其实有点悲观的不太认为 嗯 我们有能力 解决这种 这种问题 然后 嗯 那我就顺着也回答一下 我在这屏幕上展示的第三个问题吧 就是 嗯 我自己觉得我能 在现实生活中推动 嗯 平权的这种事情的话 就是多发生吧 就像比如说 我组织这样的一个读书会 虽然我可能也许不能改变 很多人 他们是怎么想的 也不能改变整个社会的运行的一个状态 但是会让更多的人逐渐的认识到 我确实存在这样的不平等啊 这样其实就蛮好 然后 再回到最开始 开始讨论问题的时候 呃 写总说的那个强者对弱者 是没有想象的 这个事情我突然 在刚刚 钱老师发言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 我就是这个样子的 嗯 我所讲述的 十岁才上小学的女孩 然后包括我读大学 认识了更多来自其他省份的同学之后 认识到的那种 那些我的女同学们所遭受的 来自家庭的重男轻女 这些事情都是在我认识他们之前 我完全没有想象得到的 因为我是独生女 然后我家的 我父辈男孩子 就是我爸爸大伯什么 他们也都是 他们家的孩子也都是 呃 女孩 也就是说呃 比如说我们仍然以父权为中心情 去讨论的话 那么呃 在我家的这个小结构里面 天然的没有没有给我的长辈们 以重男轻女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家只有女孩 所以就是我是真的没有想想过 呃 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然后以及 嗯 比如说我读大学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他 他是 他就是 有一个弟弟 然后 呃 弟弟跟他吃饭的口味完全不一样 然后他妈妈做菜 就会完全照顾弟弟的口味 呃 他弟弟是喜欢吃辣 但是我这个朋友呢 他是完全不能吃辣 他吃辣皮肤也会过敏 然后胃也会不舒服 呃 但是 呃 妈妈在做菜的时候 永远是照顾弟弟的口味的 呃 就是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了 但是我不太喜欢 就是说把我身边人 不太开心的经历拿出来分享 呃 我的意思就是说 呃 我在认识他之前 我是完全没有意识到 会有这种事情出现的 因为 我家只有我一个小孩 然后我的书辈的这些长辈 他们家都是女孩 就是也 也就是说我的奶奶 甚至都不 没有中男性女的可能性 然后 我的呃 我还是按时接受教育 呃 然后 嗯 因为只有我一个嘛 就是独生女 钱老师说的对 独生女是感受不到自己跟独生子 有什么区别的 嗯 这个是 呃 但是怎么说呢 我我在认识到更多的人 然后接触了更多的事情 比如说我参加 我一直有参加 美丽中国的那个 呃 半独活动 就是 就是接触到了更多相关的事情之后 我意识到原来 很多女生 她们的生活条件是这个样子的 她们的这个 境遇是这个样子的 嗯 我也是认识到了 就是之后才会发现原来是有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存在 此前我其实也是完全对此一无所知的 嗯 我举了我自己的例子 就是说 嗯 我们不要预设就是很多 就是有很多那种会煽动男女对立的人 不管他是男的女的啊 他会预设一个说男生都有罪或者是女生都仇恨男生等等 他会预设一些这种挑起对立的这种呃 场景吧 就是 我觉得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说 我不认为世界上那么多的坏人 只是他们真的不知道而已 所以我觉得 呃 对我来说能够做到推动平权的事情的话 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存不平的是存在的 然后 就是这样 哦 我说了一堆完全没有回答前楼师问题的话 哦 我提的问题确实是挺难回答的 因为我也没有想清楚 所以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然后刚刚小郎君说的这些 也让我想到一些朋友 就是 嗯 就是确实是在不是独生子 或者独生女的家庭 就是呃 就是既有女儿又有儿子的家庭里面 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 就有听朋友讲过 然后 嗯 我的朋友们呢 对这个问题也有 就是立场 非常鲜明的不同的看法 就是有的朋友 认就是认为 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 然后 嗯 特别的有那种姐姐的 呃 责任感 然后觉得应该帮助父母去 照顾弟弟 应该去帮助弟弟 然后 包括自己赚的钱 可能也会 就是呃 给家庭付出的那种 然后但是也有的朋友呢 就觉得为什么这样这样不公平 凭什么我的钱要给他 怎样怎样的 就是我的问题是嗯 如果说如果说我们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应当如何自处 就是我们 我们应当怎么样能够 嗯 在这种不不平等的情况下 能够去把这个问题处理好 既放过自己也放过家人 同时又 不让嗯 就是不把自己陷入那种 呃 怨对 但是又不 又不 呃 又不认 又不认为这种 这种不平等是 正常的这种撕裂里面 到底应该怎么去做 我觉得这又是一个问题 就是从结果上看 我觉得其实 呃 就据我观察 就是那种家庭氛围比较团结 然后 有掌解责任的那个人 我认为他其实 虽然说他在利益上 呃 是有一些付出的更多 但是他在心理上 却是 更能够自洽的 但是另外一方 我觉得他在 在知识上理智上 是 呃 是他 我 我们不能 我觉得他是对的 就他 他认识到了这种不平等 并且拒绝了这种 不平等的现象 但是我感觉他是 有一点痛苦的 就是 那怎么样 到底应该怎么样 我觉得这 也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 可能面临这个问题的人 是很多的 然后 然后对于我们这种 比如说读声源的说 嗯 我觉得 首先就是 就可以不要 我觉得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去扎着别人 然后当别人感到 痛苦的时候 去 能够尽量的 安慰和帮他分析问题 之外 也也不知道能做什么了 嗯 然后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我也想听一听 大家的看法 嗯 我觉得钱老师说 这个问题非常深刻 就其实观念的改变 他 他不是一个很快的东西 他可能是个 很慢的 就你可能你这一代 其实 你如果在社会层面 举行改变 其实很难的 所以你如果在个人生活中 假设你要去 呃 比如说跟你父母 让他们来理解你 其实也 也会挺难的 就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呃 其实很难吧 就是 包括女性主义这个 话题吧 就是你经常去跟别人聊 他的时候 你肯定会遇到冲突 而且你可能很难 一下就 对方可能也不理解你 你可能也不理解对方 但是你遇到这个冲突 你也会很困惑 或者是 总有一些痛苦吧 毕竟 毕竟他是人与人之间冲突 呃 所以我觉得 可能 像小龙就说 也 没有很 很好的 可以很快改变 他的方式 但是我们就在生活中 你就尽量去 还是去表达吧 就是 或者你可以不断的寻找 怎么去 跟别人去说这个 或者能让别人去理解你 当然同时你也去理解对方嘛 比如像我们父母那一代 他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 他的那个年代是什么样的 那如果你理解了那个历史的话 可能你也能更好的理解他的想法 然后小郎君 你可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一人一杀 包括一人一杀 他也是一种方式吗 什么是一人一杀 莫老师提问 好吧 其实就是说 呃 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这一页的 这一句话吧 嗯 对对对 就是影响 一个人的意思 就是说 在日常行为中 去影响别人 嗯 谈到这个 一人一杀的时候 其实是在这本书里 是指 呃 这个啊 他们是先讨论了夫妻关系哦 就是说 田芳女士说 她会跟丈夫沟通 然后让丈夫承担家庭责任 就是这样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从身边的人开始影响 然后针对每个人都进行这样的影响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然后他们的前续讨论是说 有很多妻子只会跟别的妻子 凑在一起抱怨丈夫 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承担 但是他们却不去跟丈夫去沟通 嗯 我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一人一杀 当然它其实是一个翻译的问题了 那对我来说 我对他的解读是 呃 就是 呃 创新幻想准备 被战斗 就是不要抱怨 不要跟 呃 不要在抱怨中寻求共鸣 要在行动中找到解决方法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吧 嗯 他说这个词好像人来源于恐怖主义 但实际上你想恐怖主义 他那个逻辑就是啊 我也没办法就是改变这个社会 我就 是吧 我就去暗杀啊 或者是杀杀一些人 当然他那个语境下是一个不太好的事 但是我们放到 呃 比如说你刚才说跟夫妻的关系 就是说你去改变你身边这个人 对 虽然你不一定能改变得了整个社会 或者怎么样 那你就从你最亲密的人 你去跟他去交流 去沟通 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一人一杀 先把他杀了 对 他这本书里面提到这四个字的时候 也是加了一年后的概念 反正就是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就好了 哎 刚刚说到了翻译啊 我又想到了一个跟翻译有关的 呃 小梗吧 就是说 呃 有一本 外国的 左翼的著作 就是说这个呃 之前的行动失败了 但是人们会前赴后继的继续进行下去 那当然我们能够清楚的认识到 他的表达是想说人们会继续进行下去 然后但是这本书 他原文的措辞 呃 呃 他用了这个 呃 男人 男人 呃 英文嘛 然后翻译过来成中文的时候呢 呃 被译者直接的翻译成了男人 男人会 男人的这个行动失败了 然后男人的行动会继续前赴后继的进行下去 就是呃 怎么说 你看性别意识其实就是这样的在呃 每个人的生活中产生影响 这个意识者这样翻译了这本书 然后这本书甚至可以看作是一本男全宣言 然后被更广大的读者去接受了 嗯 一些小小蝴蝶效应吧 就是呃 嗯 所以就是说 这个呃 从一人一杀的这个翻译开始 然后想到了一个呃 和翻译有关的故事 然后我们最终回到翻译的这个话题上 回到一人一杀想到在本书中表达的含义上 就是说呃 一个人影响一个人就能影响中国人 这样 这个一人一杀让我想到了就是儒家治理社会的方法 就是就是以前不是以孝之天下吗 其实他的逻辑就是说 如果每一个家庭里面的人都能够尊敬自己的呃 就是尊敬长辈 哦 那他那整个国家可能就是会 比如说尊敬君主 他们走的是一套逻辑 嗯 想到这就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呃 如果可以做到的话 是一个比较行之有效的方法 就如果说我们所有人 比如说认同了一个观念 然后从影响身边的人做起 然后大家都影响身边的人的话 那其实是可以有很大的影响 是的 小达君的这三个问题 有没有你想聊一聊 没有人想聊 我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挺重要的 我想分享一个那个我喜欢的 呃影视作品里的一个女性 就是我们的法兰西岁月里面有一个嗯 人叫张若鸣女士 然后他当时说了一段话 嗯 其实看似是在讨论爱情 但实际上我觉得 就是说 我从他那段话里面是 有看到一些 嗯 那个时代女性的一些思考的 然后就是在从零开始 女性主义里面 那个尚野女士跟田芳女士 就是讨论了他们 就是说尚野女士 他年轻时代的那个 呃去做的一些呃 女权的一些运动的一些事情 但是田芳女士说 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去了解过那段历史 所以 就是我觉得很多的运动 实际上不是从零开始 就是我们本来是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去做这个事情的 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前人做了什么 所以我们又开始从零开始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一会儿把那段话先贴上来吧 嗯 嗯对 他提到那个里面有个段列 就比如说六十年代社会运动风起云涌 就他们当时都是走上街头 但是他中间有一段就 田芳问他要怎么去进行一个 一个提案还是什么来着 一个抗议或者怎么样的 然后也就教他要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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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 就他那个传统或者他那个 社会运动的那一套方法 就相当于已经丢失了 到我们这一代 嗯 对 就是我觉得民国其实出现了很多特别优秀的女性 就是除了像张若铭 其实向顶鱼啊 蔡畅啊 就在那个电视剧里面 我看到了很多的闪闪发光的女性 但是现在从影视作品上来讲 这些女性也消失不见了 然后就比如说去年那个觉醒年代 然后出来的那个陈独秀的妻子 每天只是在蒸包子 但实际上在历史上 她的老婆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独立女性 嗯 我觉得不管是从影视作品上来讲 还是说从现实上来讲 我觉得我们女性在职场啊 或者说在社会上的有一些闪光的东西 都开始反而没有那个混乱的那个年代那么闪光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自己能去做的 是去像张岚最近那种去放大自己的闪光点 去让更多的人看到女性 就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平时可以去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这个人可能很张扬 就是中国人嘛 不是很喜欢这种张扬的性格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是需要让别人去看到的 包括我们要了解前辈是怎么做的 这个读事会之后也会有相关的内容 强君这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有没有人想讨论 我觉得我刚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因为就刚才说的那个强者对弱者 就无需展开想象嘛 所以其实这样一个问题就是 比如说男性他要去了解女性的难处 他就需要知道 就比如说女性他遭受过哪些不平等的待遇 因为男性他完全他长大就没有这些困扰 或者没有这些遭遇 他完全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还挺多的吧 就包括一些话语 比如说很多脏话都是侮辱女性的 就没有 就是几乎没有侮辱男性的那种 比如说 比如说就中西方的 比如说英文相当必吃什么的 就都是 就是都是那种妈女的 这种就可能体现性别不平等 就是他的观念落实到日常用语上面 就说明他是一个很根深蒂固的东西 他成为一种直觉了 我前老师说的这个事情 我先讲一下 不好意思 就前老师说的这个东西 有相关的学者研究过 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个女性学者 她叫啥我也想不起来了 我这个脑子最近不是特别好使 她把所有的 比如说婊子的婊 婊女的记 所有的这种词 就是暗含一些侮辱性的词 的女字旁 她发现这些字都是女字旁 然后她把这些字 全都换成了男字旁 就是她创造了一些不存在的字了 然后她写出这些字的时候 对应的去找到了相应的历史典故 说你比如说这个 我们说娼妓 那其实我们也是 古代也是有郎君的嘛 有面首的 对吧 就是假如说我们依然不讨论 这个贫固底层阶级的话 那这个什么莲花六郎啊 是吧 就是也是存在的 就是她 那个学者她做的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 在造字的这个意义上 以女性 就是以女字为偏旁 的这些相对贬义的词 全部换成了男性的偏旁 然后找到了对应的典故 就是说你说的这些 就是我们怎么说 阿大事吧 就是跟男女没有关系 男的也有 就是她 她是有一个这样的研究的 都会去找找 发给你钱老师 然后 我说完了 刚才是有一个同学要说 我说一下 你可以听到吗 可以 你可以声音再大一点 好的 稍微等一下 我开 我说一下 就是上面的三个问题吧 然后首先感谢一下小狼君吧 然后 嗯 觉得分享的很好 然后PPT也做的很精美 然后我先讲一个故事吧 就是 我是15年的时候 那时候达二 然后我暑假的时候 在那个 辅导班里面代课 然后有一个小女孩呢 她是维族 然后她那时候才出二 出二生出三吧 然后 但是呢 那个 就是代课 那个机构老师 跟我讲了一下 他们家的情况 然后我当时挺震撼的 没想到 就是家里面会有 就是在 我所在的这样一个 就是 呃 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吧 它并不是那种 偏远的农村 而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 一个县城里面 还会有这样的事情 就那个小女孩 出二生出三 她是个回族 她爸爸和她妈妈 好貌似是那个 进行结婚吧 然后呢 但是她家里面 她有一个表姐 都是比她大一两岁吧 就已经结婚了 她爸妈 就是他们家还有个弟弟 就是想让她弟弟念学 然后觉得女儿念学 他们家女孩子念学的话 一来浪费钱 二来就是没什么用 就想把她 就想把她嫁了 那个意思 所以这件事情 当时对我来说 挺震撼的吧 那时候也是 一方面来说 我接触社会不是很深 二方面来说 在这样一个 比较发达的一个县城里面 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 它除了涉及到一个 就是 一个男女平等的一个问题 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吧 这个当时也挺让我震撼的 然后另外的话 就是我觉得 这个男女平等的问题的话 它就是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它是一个永远无法调和的一个问题 它就类似于那个 政治上面的一个博弈一样 就是无论我们再怎么去谈论 那个男女平等 甚至说那谈论就是人权问题 或者人人拼的问题 但是不管说来说去的话 不管我们在理论上面 有多少的一个进步吧 但是它永远是那么的形而上 而且是政治正确的 我觉得 在我的想象里面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们将来的社会 会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 会变得那么的政治正确 就相当于 就类似于现在 西方社会的那种种族问题 它在表面上来说 永远就是强调是种族平等 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到 对吧 在特别是在美国 它的种族 种族那个歧视问题 是非常严重的 在美国的话 就是如果你有确切的证据 能证明对方 对你有种族歧视的话 你可以把对方高破产 但是呢 所有的人都是在言论上面 或者是思想方面 都是说要那个就是 有种族平等 但是他们在思想 他们自己那个就是 潜移默化的那种行为模式的话 永远都是那种白人之上的 那种那种主义 我觉得就是男女平等的问题的话 在将来也可能会是 这样一种趋势吧 就是我们再怎么去谈论它平等 我们的思想去强调它平等 但是它永远都是形而上的 我们潜移默化的 内在心里面的那种 那种就是那种一些想法 和一些行为的话 它是永远都是存在的 我是我是这么看的 然后在那个影视作品当中的话 对我 我觉得就是比较 就是比较特别的 有一个沟口尖的电影 然后里面有一个 就是一个很老的片子吧 在1919194年 195几年的时候 一个电影片 然后这个电影片的话 也特别的出名 它这个里面对女性的描写的话 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打动我吧 它对女性就是还有男性 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 我觉得这部电影 不管是从艺术层面来说 还是从剧情来说 还是怎么样来说 它的艺术价值或者各方面价值 我觉得都都很很高 而且非常具有观赏性吧 它里面大概讲的就是说 一个就是两队就是比较乡下人吧 然后男的就是在做瓷器 女的呢 然后女的呢 就是在家顾家那种 然后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个战争啊 或者怎么样的原因啊 那个女性就遭到破坏 但是这个女的不管是受到怎么破坏 不管是怎么流离失所 甚至就是被那个官兵就是侮辱啊 或者是最后就死掉 他永远是对这个男性充满着那个 就是怎么说的 一种一种保护一种爱护的 那那那那那那种感觉吧 这个其实挺复杂的 我形容就是完全形 也没有办法就是在短时间内 把这种感觉完全形容出来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对女性的这种 怎么说特别偏 偏离这种现实的那种那种描写吧 还有我不知道他是对女性的是一种一种 就是怎么苦难的一种同情呢 还是说就是对女性的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种特别扭曲的一一一种写法法 好像对女性的一种歧视来说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特别的 而且勾口勾口接二的话 作为就是日本差不多可以排进前十的一个导演吧 他的很多的片子里面都会对女性有这一方面的描写吧 他也特别注重对女性的这方面描写 包括之前看过的那个女人步上阶梯时 还有等等的 特别对女性的一个刻画的话 其实是比较多的 我觉得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这方面的那个 就是看一看各个会有接二的那个电影 然后我觉得 如果讨论到现在生活中对推动第三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我是这么看的 就是说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 我们必须认识到男女 她是确确实实 真真实实的 她是她是不同的 然后从更小的方面来说 比如说小到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讨论会 里面的二十来个人 小到我们具体的每一个人 我们这次讨论会 除了我们对那个女权文化 还有对那个女性主义 等从文化层面 还有它的历史渊源上面来说 有了一个更多的一个了解和认识之外的话 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对我们每个人的话 其实也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就像刚才说的 当我们处于这种 就是男女关系的不平等的 这样一种一种一种境遇当中的话 我觉得就是我们通过去 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了解这方面的一个文化 我们就是要我们在两个性别之间的话 就是人群 我们两个就是两个性别 亲别之间的男女人群当中 我们需要互相了解到彼此那种不容易 还有艰难 还有彼此的那种优点与缺点 然后让我们的生活 其实就是彼此更加更加的包容吧 这个就是涉及到 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是在我们自己的男女关系 就是婚姻生活当中 还是属于家庭生活当中 或者是我们对吧 对于下一代的一个教育当中 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传达吧 我觉得这方面都会有一个比较 比较好的意义吧 然后大概大概就是这样子 谢谢 所以所以那那个电影是叫什么 不好意思刚才忘记说电影了对吧 电影名那个电影叫与约勿语 啊 与约勿语 对 嗯 约勿语 有谁想聊任何一个问题的吗 评论区 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 他听下来觉得会让他想到 纳布洛斯斯布区 我想要听一听他的想法 这位朋友你还在吗 嗯 哈喽哈喽 可以听到吗 可以 啊 对 我刚刚有提到那个 纳布洛斯斯布区里面 我可能主要想针对的是第二个问题吧 就想说一下这个 怎么说 我怕我讲的不好 因为我没怎么看过 女性主义这本书 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欢迎任何讨论 而且我觉得 你不要预设自己讲的不好 你只要讲出来 那就都很好 啊 就 因为这个书是我在去年 去年看的吧 然后我先是看了这个 他有一个同名的网剧 叫是美国拍的意大利一剧 呃 就是HBO可以搜到的 就叫我的天才女友 我是先通过这个剧 然后我觉得很上头嘛 我觉得还可以 我就又去看了 一下那个他的原版的书 然后我就 就全看完了以后 我非常感触非常深的 就是里面他的女主角 他是一个双女主线 呃 他的作者 我说一下他的作者 好像是叫 艾琳娜费特琳娜吧 等一会儿我把他打出来 呃 然后呢 他是一个双女主哈 他的女主角 第一个是叫Lila 第二个是叫 那个莱农 然后他们俩是一个从小长到大的朋友 然后怎么说我想到女性主义 我想到的其实这两个女 女性她们成长史哈 就我就觉得 呃 非常 非常能够能够体现就是呃 女性她在成长中会遇到的很多问题 呃 首先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重男轻女 包括是对呃 女性的那个呃 社会的社会地位的一个呃 在那个时代 就是在意大利的那个时代 叫纳布勒斯的那个时代 我觉得就 呃 不知道突然间有点语色 就呃 就是 就是Lila她是从小她家是一个鞋匠 就是修鞋的那个做鞋子的那个一个鞋匠铺 她有个哥哥 她从小她就能够展现出一个非常过人的天分 就是非常的聪明 但是她的父母就觉得她是一个女孩 就不让她上学 呃 这个其实我呃 我觉得和我们中国的就是一些很传统的观念也有哈 呃 并不是仅仅支持我们中国 我是觉得我们一些比较可能落后一点的省份吧 像像我是贵州的 我就觉得呃 我身边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子 就是呃 家家庭的原因 然后呃 女孩子如果完全就是不靠自己去努力学习 她很有可能就会失去那种上学的机会 就是家里面也不会去重视她这样子 然后然后包括从Lila身上 我还能看到就是她也获得了很多就是 她没有去继续上学 她也是17岁前选择了嫁人 嫁给了他们那个当时一个社区里最富有的一个 就是最富有之一吧 也不能说是唯一一个最富有之一的一个卖 呃 商人的家里 她也获得了这种世俗上大家都认可的那种成功 就是富太太 非常的富有 但是她天分就是非常的厉害 她自学呃 她没有上学 她没有她上完小学就没有上初中 然后也没有上高中 呃 就就去自学 她的另外一个朋友就是Lenon 因为也是天分很 天分很也是有自己的天分 就让她非常努力 家里的父母也很支持 Lenon就和她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但是Lenon的家里也没有那么富裕 虽然说比她家好一点 但是她的父母相对开明 愿意让Lenon上学 所以她们俩的人生轨道就出现了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分叉 呃 然后那我现在再绕回Lenon这里来 我主要说一下她就是她 她在我身上她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勇敢 就是她不向任何人去妥协 呃 就是当她嫁给了她的父母不让她上学 甚至把她从窗户从二楼的这样的一个高楼把它丢出去 然后导致她的手骨折 把它骨折了以后 她才就是知道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她才放弃了就是继续上学和家里面抗争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到了后面她 但是她虽然没有在学校学习 她在家里的鞋匠铺也是一直在和她哥哥研究 各种新鞋子的款式然后去研究 然后与此同时她的好朋友Lenon 因为一直在上学在学那些东西 只要Lila听说她的朋友学到了什么 她就立马去呃 当时当地的社区的图书馆去学习同样的东西 就是完全凭借自学 而不是通过学校的教育 然后老师的这样子补课这些方式 就是她可能有一份就自己的天分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这样子一个呃 家庭氛围不太好 然后呢自己也没有很好的这种学习资源 但是她却可以就是说呃 完全凭借自学的这样子一个自己的天分和努力 去做到去能够学到那些没有在学校里的人 学到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就呃很厉害 非常非常厉害 包括她给我另外一个很震撼的感觉就是 她在获得了就是世俗的认可嘛 就是她后面她嫁给了他们社区里非常富有的商人以后 大家都以为她会当一个富太太 就是过上一个人人都羡慕的生活 但是后面她又遇到了她 就是这一生里她非常喜爱的一个一个男性 她还是就是呃 不顾当时所有那种世俗的反对 她就很厉害 和那个男生就是有点属于就是出轨吧 有点属于私奔 可能这个点可能会让大家不太认同哈 就是她有点类似于出轨越轨这种行为 她就去追求的那个男生她真正爱的那个人 然后后面但她当她认识到那个男生 其实也并不是真正的爱他的之后 她又抛她又离开了那个男生 回到了她的那个纳布勒斯的那个社区 然后继续呃就是在那个在那个社区里面生活 但是由于这个时候她已经怀了孩子 她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原来那个富豪老公的 她不喜欢的那个富豪 还是她非常喜欢的那个那个男生的那个男孩子的孩子 她她生了但是她当时为了养育这个孩子 她又回到了纳布勒斯这个社区 但是最后她还是就是选择呃离开那个富豪 然后自己去香肠场去做那些女工啊之类的那种 抛弃了原来所有的那些呃提供给她的这种房子啊 物质条件然后珠宝什么她什么都没有带 就只是带着孩子然后就离开了那个呃 呃那个富富豪的就是那个富豪 离开了那个富豪 然后就投身转身就转向了一个非常贫苦的一个生活里 环境里面去呃 呃我讲的特别浅显 但是我觉得我从这个女孩子她身上呃 看到的就是一种非常的勇敢 包括我刚刚讲到她 因为这本书实在是她她太长了太多了 我觉得呃我可能表述的不能把它完全表述的很好 大概就是从上面这几件事情 再包括她到后面她中老年的时候 她依然就是到了琳琳的中老年她养育的孩子 成了一个废柴 然后就属于一个完全没有呃 不能够帮助她那什么的一个一个人 并没有成才她也但是她又是一个非常出色 非常能干的女人她进了香肠场以后 她一直不甘堕落 她同时在和她同时与她同居的这个发小 我用发小来代替吧 因为人物关系太复杂了 然后我同时在学习计算机 然后呢她们两个到最后一直发展 就发展起了一个计算机公司 然后成为了呃就逐渐的 她们就立志想要把呃原来盘踞在 纳布勒斯的这种黑势力给她解决掉 就一直在不停的对抗这样的一个呃呃 呃一种传统的这种黑社会势力 从Lina的个人再到她呃她自己不断成长 然后建立起的这根公司 然后她建立起公司 壮大了自己的这个实力之后 提供给周围人的这种一个便利 然后最后她又就是不停的在联系她的各种 就是Leno后来成为了一个作家嘛 她就是用作家的影响力去揭露那些呃 呃黑社会她们那些卑鄙的行为 就一直不停的抗争抗争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女性 然后她身上迸发出如此巨大的力量 我觉得呃就是当时社会也在不停的限制着她 然后她也没有很多能力去帮助呃她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很强的力量 我就觉得非常的震撼所以我呃在看到女性主义的时候 我就想嗯到底我们女性哈就是自己的力量到底在哪里 然后我们怎样去发挥自己的力量怎么去挖掘出自己的力量 然后哦就是在我们不能改变其他人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改变自己 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而不是说 但是这种强大又不是说你独揽所有的呃这种 嗯这种责任说你一个人力量狂澜 只是说呃在不断的改变自己 然后又产生展现出自己对周围的这种嗯影响 然后哦就这个样子吧呃好我就先说到这里吧 好的谢谢 我想要补充一丢丢就是Lila的那个事情 因为这个《纳布洛斯斯》作曲我只看过第一本 然后那个书 她当时就是我们刚刚那位朋友她提到了 Lila很有勇气离开了她阔绰的生活嘛 就是我突然就想到了什么呢 我突然想到了她好像跟罗拉有一点相似 就是罗拉的老公是完全把她当玩偶 玩偶之家嘛 呃完全没有把她当做任何一个独立的什么人格啊 或者怎么样 那Lila她的老公是 Lila她老公求娶她的时候是 呃刚刚的朋友说了嘛 就是Lila她家是做鞋子的 然后Lila自己本身也努力的设计新的鞋样 然后她的鞋样其实不被哥哥和爸爸认可 然后她老公当时是为了娶Lila 然后就说这个款式的鞋 我给你生产 我帮你卖 我给你投资 意思就是说她很认可的意思吧 然后Lila就很感动 就觉得说她最终决定会嫁给这个富豪的原因 有一部分就是因为 Lila真的认为 这个丈夫好像是理解自己设计的 这样的一个存在 但是其实她结了婚之后 发现她老公根本不是这种人 然后并且她发现她老公不是这种人之后 就拒绝和她同房 然后她就被家暴了 然后种种种种 很多事情积攒了下来之后 Lila就离开了那个家 她也是一个追求 自我价值认同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 当她以为求娶她的人是认可她的作品 认可她的所思所想的时候 她同意了 当她发现她并不是这样的时候 她也没有屈从于优越的生活 就接受结婚的事实 她也通过拒绝同房等其他的手段去反抗 当然她被家暴了 她被打得蛮惨的 但是最终 她还是为了追求一个 追求一个自我吧 然后才离开了她的那个家 Lila确实是 这本书我其实 就纳布洛斯斯不许这套书我之所以没看完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另外一个女主 所以我没有看完 但是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Lila的 而且她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说完了 我说完了 被安利了 有没有同学想聊这些问题的 嗯 我老师说被很多女生安利过这本 我也还没有看过 我再说说第三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小郎君已经说的很好了 那就是多去表达包括 其实我们 在生活中其实能遇到遇到很多这种 呃性别不平等或者是性别歧视 尤其性别歧视一些话语吧 包括 包括其实哪怕女生不在场的情况下 作为男生也可以去 做一些事 比如说男生之间的聊天 可能经常就会 呃聊到 这个评判一个女生的 或者等等 或者是 还是 还有一些那种黄蛋子吧 包括甚至有的女生在场 男生也喜欢聊这个 其实 你可以去 制止一下 或者说 觉得说这个不合适 就可以勇敢去表达一些 包括我们 对包括我们平时在 线上也好 也可以多去进行一些表达吧 就不用 太去担忧 比如说 啊会有人喷礼或者怎么样 包括我们这个读书会是吧 就 也是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参与 讨论 嗯 我觉得小郎君这个准备的非常好 到时候他把那个文档发出来 如果大家有任何自己也想来分享的书都可以加入 嗯 我正在怂恿 怂恿 怂恿我们读书会的老板 今年开播客 哈哈哈 嗯如果有时间 你有精力的话 嗯 嗯 对反正想跟这个这个女性主义的这个主题也都 我觉得是挺好的 因为他跟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关联是非常非常紧密的 就包括在之后的阅读中 其实我们可以更多的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 来聊一聊 嗯 反正嗯 如果想加入的话可以 来加群 对 可以扫二维码 我会把你拉到群里 然后如果想参与分享的话就可以 到时候在群里可以再加那个小郎君老师的微信 是的 好的 那我们就感谢小郎君今天的分享 也感谢各位来参加 是的 大家晚安 拜拜 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